前世他是个孤儿 兵地阵失去了孤儿 在被解救的瞬间 就在心里埋下了成为解放军的理想 带阴左臂长期受压 无法恢复 故此只能将种子生命 直到毕业前往单位屋中 被穿越台大户车 而穿越后发现 他感觉到了身体素质加强 并还有神奇的第六感 教授 我的梦想是去当兵 如果不是这个梦想 我一定接受您的邀请 理想领完毕业证 就离开了教授办公室 当他走到门外 就发现一辆计谱车 走向车前 你好 两位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这时 男子看着荡安带说道 理想 爷爷李卫国 前军区参谋长 奶奶王慧 前解放军总院院长 父亲李军单位保密 军衔上校 母亲王小小 前解放军总院副院长 军人是家 我没说错吧 没错 八岁开始接受爷爷警卫员训练 精通八级拳 军体拳格斗技巧 十六岁获得全国青年格斗大赛冠军 后考上清北计算机系 并入党获得世界青少年设计锦标赛金牌 四次全国计算机技能大赛金奖 好小子 文物双全 您过奖了 过不过讲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也不算 要试过才知道 车里疗悔 怎么样 可以 自我介绍下 我叫袁朗 他叫其后 听到这里的理想 瞬间懵了 难怪为什么看这两人这么熟悉 你别紧张 放松 我俩不能吃了你 只是来问问吧 我没有紧张 你们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我们就想问问你 想来当兵们 看着你当岸上的信息 似乎你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当然 成为军人的一员 一直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也会自努力着 看起来很有可能被他们看上了 要特招入伍 而特招和自己入伍可不一样 特招可是有着少卫军衔的 既然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听说过特种部队 当然 特种部队是专门执行特殊人物的单位 装备精良 训练严格 具有处理特殊事件的一批人 看来你很了解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 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当然愿意 当兵就要当最好的 我这是特招吗 没错 特招入伍 授予少卫军衔 不过加入我们可不容易 走吧 送你回家 你有十天的时间准备 到时候我会来接你 车辆行驶二十分钟 别忘了 十天后我来接你 是 首长 那我这就回去准备 到家后 老爷子老爷子 喊什么喊 我老头子在这呢 今天我领完毕业证 有两个穿着军装的人来找我 理想将刚刚的情 全部告诉老爷子 想好了吗 那可是兵王集中营 你认为你能行吗 老爷子想劝劝 毕竟家里三代 你叫一男丁 我想好了 别人能行 我为什么不能行 那地方可是会嘎人的地方 你考虑过你爸妈吗 考虑过我跟你奶奶吗 理想听着老爷子的话 背心些许有些动了 老爷子 我长大了 我也想像你一样 成为一名军人保卫国家 那就去吧 我等着你成为最优秀的那儿 是 保证完成任务 既然你考虑好了 家里人我来说 到了约定的日子 首长好 我一老头子 哪来什么首长 那不能了 您可是我的老首长呢 我就知道我猜的没错 准时你们盯上我孙子了 进来喝杯水再走吧 不料老首长 我这还有任务 该天我登门盖房 那就去吧 理想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吧 老首长 去吧 有空呢就回来看看 是 首长 我们这是要去哪 下次说话 记得打报告 不该问的别问 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吗 报告首长 我不知道 哎 不知道就对 等你过了初选 你自然就会知道 理想听着齐弘的话 遍布在搭理 元朗看着不说话的人想 又开口了 全军区参选 共计一百人 你是唯一一个特招入伍的 怎么样激动呢 报告 我并不激动 他知道元朗话里的意思 想要增加他的心理压力 但看着理想平静的样 就知道自己没有人 来到指定地底 别愣着 指了指前方的空地 去那等着吧 人急了会有通知 理想顺着他指的地方走去 已经来了二十多人坐着休息 刚过在 老王 你也在这 王志远 也就是老王 一脸猛的看着理想 你 你 你怎么也在这 特招的 怎么样 王志远没有说话 而是竖起大拇指 老王 连里 就你一个人来吗 是啊 他们没有士官 只要军官 连里就我一个选上了 那你也是万里挑一呢 你大学毕业了 那刚毕业 我连校门都没出 就被他们找上了 好啊 你小子 二人有说有笑的聊 随着空地越来越多人到来 直到下午三点多 人都齐了 是都齐了 设备呢 设备一切正常 好 那就开始了 所有选拔人员 放下行李过来集合 快点 快点 赞成舞台 都有了 你们都是从基层单位中 挑选出来的精英 佼佼者 兵王 但是就凭这些 想要加入我们 是远远不够的 毕竟眼见为食 对不对 包括理想在内的所有人 都大声道 对 很好 那我们就来一个小测试 在我们营地的东南方向 150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另外一处营地 后天下午五点前 我在那等着你们 但是我只要前五十个 都听明白了没 明白了 明白就好 现在叫到谁 谁就上来领取装备 随着一个个的出发 队伍人数越来越少 终于最后一个叫到理想 理想 好 可以去领装备了 是 赶忙去领装备 穿戴 又领取了一百分钟 一个直北魂 一包压缩饼干 每人都是一样的装备 理想没有过多耽搁 打起东西 往东南方向前进 放心吧 都安排好了 一定要这样搞吗 万一那小子被淘汰了咋办 那小子档案 你又不是没看过 不会淘汰的 好 那我收拾下 带队出发了 丛林中 先行出发的一名队员 小心翼翼地走战 身上冒起了白烟 这不公平 你们手里有家伙 我们只有一把破壁手 而吉利福没有理 对着耳机说道 英朝英朝 这里是飞鸟 飞鸟行将 淘汰一人 坐标XXX型 派人来接应 收到 战场上哪来的公平 在这里乖乖等着 会有人来接应 树林中 理想借着月光 一边走一边看着野果 虽然这味道酸酸的 不怎么好吃 但是解渴 虽然出发没有水源 但是路上能遇上野果 运气也不错 就在理想感慨自己运气不错时 突然停了下 慢慢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移动起来 还好那人没发现我 现在只要慢慢摸过去 搞掉它 不然堵在路口 我怎么也过不去 理想慢慢想见 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十几米的距离 硬是挪了好几个 就在距离目标 不懂你时 理想抽出胸口的鼻子 一个剑步向起 飞扑到那人身上 在那人反应过来前 用没开刃的匕首抹了它 并轻声说道 同志你嘎了 吓得那人瞬间打了个冷战 理想站起身 不好意思啊同志 吓到你了 没事没事 这大晚上的你给谁来 这么一下都会被吓到 我缓缓就 中途解决一人后 搜出物资 与八十八市 狙击步枪 理想快速离开 真邪门了 每次靠近那小子 他就加快速度 要不是有追踪器 我都觉得这小子太挂了 干掉一人的理想 在沿途一边寻找一边思考 怎么一直有种危机感 刚刚那人解决后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这样下去不行 还是要找到源头 理想加快寻找 几分钟后 来到一棵三四米高的大树下 快速爬上大树 利用树叶的掩护 手握八八市区 隐蔽了起来 而在后方追逐的教官 查看了追踪器后 发现定位已经停止 估计这小子 就在我们这附近 追踪器已经停止移动 要注意点 现在他手上也是有家伙 队员立刻行动 在信号停留点潜伏了下 静静等待 他在树上的理想默默地观察 通过瞄准镜 注意到有一个枪管 露出一小节 找到你了 发现后理想没有管他 而是继续寻找 终于发现其他教官的位置 这三人的枪口方向和战术部署 明显就是冲着我这边的 理想也想不明白 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在哪 现在要是开火 其余的人绝对不会给自己第二次机会 而且这么分散 趴在树上的理想 努力地想着破局之法 忽然脑子一灵光 狗元朗 不会在我身上装追踪器了吧 越想越不对劲的理想 开始回想自己领取过的状态 匕首 对 只有匕首 理想拿出匕首仔细看了起来 通过匕首手柄的顶端 有一条细细的裂缝 明显是被拆过的 还好发现得早 既然你们这么爱跟踪我 接下来就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理想将匕首放在树干上 收起家伙理想开始慢慢向下一动 下来后背靠着树 好好休息吧 你们 弯着腰悄然无息地离开 走出约百米后 便开始加快脚步快速撤离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 齐恒看着手中的电子信号 这都两个小时了 怎么都没有动过 还一动不动 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石头石头 木头木头 收到请讲 收到请讲 你们有什么发现没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目标信号 已经两个小时没动过 我怀疑已经走了 石头你去检查下 我和木头掩护你 收到 石头立刻向信号方向潜伏过去 没有发现目标 收到 马上来 三人开始围着树打亮一圈后 木头你上去看看 是 没多久 木头拿着一把敌手下来了 这小子在上面带过 而且还发现咱的追踪器 人都跑了 英朝英朝 这里是菜刀 收到请讲 英朝收到请讲 老鼠扔下幼儿跑了 我知道了 今天就到这吧 明天加强人手继续 明白 理想在摆脱追击后 又找了棵树进行隐蔽 第二天天亮后继续前进 虽说昨天是最后一个出发 但是路上除了追击我的几人 就没见过其他队员 难道是方向错了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理想拿着一根树枝 插进 等待十分钟后 又做了第二个标记 然后把两个标记连接起来 第一个标记为西 第二个为东 再标记出南与北 坐好后 拿出自己的直北针对比起来 果然相差了十度左右 这个黑心的元朗 算了现在不是打主板的时候 还是要加快速度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中午的太阳越来越大 理想放慢脚步 突然远处的山坡闪过一道光 理想迅速反应 躲了起来 架起八十八局向反光处看去 发现山坡上果然有人趴着 枪口也并非对着自己 顺着那人枪口方向望去 一个拿着匕首的人 正在小心翼翼地向山坡走去 理想没有管他 而是要干掉山坡上的人 瞄准后放慢呼吸 一声枪响了 那人身上冒起白烟 击中后 理想迅速换了位置 观察那人的周围 再次在树上发现目标后 绕过先前不认识的参训者 来到第一次开枪的地方 搜刮物资 突然一人从树上跳起 你输了 理想没有搭理他 用匕首形式上捕刀 捡起地上家伙迅速离开 这次要不是第六感就要栽了 指挥不忠 找到那小子了吗 找到了 而且他也发现 直北真有问题 已经调整过了 哈哈 还需要我去找他吗 已经干掉我们好几个人了 去吧 不过要小心 顺便告诉那些被干掉的 回去以后回炉重造 是 理想凭借着过人的体 逐渐追上大部队的头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理想便爬上一棵大树 此时远处传来沙沙摩擦声 这不是齐横吗 估计又是冲着自己来了 等三人走后 理想紧随齐后 这次他打算干掉三人 来到树林中的开阔里 理想知道机会来了 迅速举枪 他们三人里就齐横 对自己威胁最大 看到齐横到齐横 另外二人迅速将冲 他的枪中 一边压制一边隐蔽 理想则是在开枪后 迅速转移位置 无奈还是被发现的藏身 藏在原体后 再次隐蔽等待机会 又一人冒起白衣 迅速闪身躲进掩体 不愧是老A 这都能发现我的位置 又在等待一段时间后 趁着对方 无法找到自己的间隙 再次开枪 淘汰了最后一名教官 理想起身 一脸得意洋洋地走过去 好小子 是我想看你了 理想并没多说 拿起他们身上的水壶 开始喝起来 跟了我这么久 现在终于可以安心选拔了 赶紧滚蛋 输到 咱三等着回去回炉重造吧 经过这一段遭遇后 理想顺利来到营区 报告 理想前来报道 好小子 刚刚就收到齐航的消息 你一个人干掉他们三个 运气好而已 把装备交了 到边上等着 是 理想第一个到达营地 放下装备后 王志远紧随其后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早回来了 第一个到哪 你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别提了 这帮孙子跟年狗一样 还特别阴 总有一天要让他们好看 嘘 你小点声别让听见了 你呢怎么样 都差不多呢 还好我机灵 不然估计就回不来了 别想那么多了 路是咱自己选的 你说的没错 自己选的路 跪着也要走完 加油 不知过了多久 所有人都到达了营地 看你们的样子 我好像高估你们了 这就是精英 兵王 元朗大声呵斥的 我以为起码有一半能合格 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 只有三十几人 就你们这能耐 我估计接下来的三个月 你们也坚持不下来 有想走的吗 没有 大点声 有想走的吗 没有 算有点骨气 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吗 呃 报告特种部队 这么说也没错 不过我们自称老位 知道什么叫老位吗 呃 不知道 不知道就对了 等你们考核通过了 我再告诉你们 为什么齐恒你带他们去宿舍 明天正式开始宣伐 是 老王 咱俩还真有缘分的 哈哈 没想到呢 你协议签完了没有 要不要我帮你交啊 签好了 那就麻烦你帮我交了 行 搁几个签好了吗 我一起去交啊 谢谢你了理想 我的爷一起麻烦你了 顺手的是吗 接下来的时间 几人先是去洗了个澡 又回到宿舍 中间整理好自己的内务 便都睡了过去 几点了 十二点半了 嗯 说第二天就第二天 可以行动 不错 都在三分钟内 但是那是你们之前部队的标准 我们的标准是两分半 这次就算了 下次要按照标准来 都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好 从现在开始 每人一百个积分 做好事不加分 做错事扣分 每一次扣多少 由我们说了算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声音太小 我听不到 每人扣两分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很好 那大家都醒了 就来个五十公里提提什么 报告 七号讲 不是说明天才开始吗 七号扣两分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报告 为什么扣五分 质疑教官再扣两分 听着又被扣分 七号不说话了 还有要问的没 等待了片刻见没人回答 既然都没有 那就出发 七号 是 全体都有了 向左转 跑过走 众人连了一根 看到那圆木了吗 一人一根扛起来 快点 快点 十一号 你干什么呢 买菜扣五分 一号 把你身上的那根放下 你得在那边 李响顺着圆朗指的探索 瞬间脸色变了 圆朗所指的圆木 明显是水泡过 一号看什么呢 扣两分 这黑了心的主人朗 就是要整自己 李响咬咬牙 只能扣起 扣过水 你们看什么呢 还不跑起来 最后一个到达的 一时间所有人 立即逃了起来 你咋得罪叫官 李响张了张 却什么也没说 默默地远离了王志 你个狗跟老 迟早我会还回来 李响你在嘀咕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吓得李响赶紧加速跑开 我有这么可怕吗 地旁的圆朗 看着众人跑了这么快 看到前方三公里的山头没 终点就在来 都给我冲销了 李响听到圆朗 强行打起精神 到达终点后 李响放下了圆朗 怎么样 感觉爽不爽 爽 爽就对了 这就是你们的日常 以后的日子 天天就是这么枯燥 怎么样 有没有想退出的 报告 怎么 你想退出了 摘下头盔走人 我是想问 我们是抱着极大的热情 来报名参训的 我想即便我选拔不上 我也可以跟部队的老大哥 学习很多东西 可是这是要干什么 我们不是敌人 不是战俘 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我说过了 这就是你们的日常 第一天你就受不了了吗 如果是这样 我退出 好 你比他们聪明 允许你退出 下一个是谁 终于是我 终于人为民 好 既然没有 那就开办 众人来到食堂 只见吹事员 提着两个大桶上来 而里面是特意调制过的 绝对是正常食物 五分钟开始计时 报告 34号说话 我们就吃这个 指一教官扣两分 你 顶撞教官再扣两分 理想听着元朗的话 立马冲到桶边 捞起两个满桶的木板 王志远见状也立马分上 其他人看有人带头 立马围了上来 理想在档梁后 跑到外面坐着的路 不一会 所有人便都出来集合 上车后车辆起动 所有人都安静的挥字体 都下车 快点 目标训练场 最后一名扣五分 狗日的元朗 迟早要被他们玩打 我看大家都热出一身汗了 赶紧下去凉快凉快吧 像我这么为下属考虑的人 已经不多了 理想则是瞥了一眼 一号 对我有意见吗 扣两分 报告 没有 没有9号 所有人扶我撑准备 我喊一下去 喊二次来 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一二三 喊完后旁边的战士 拿着准备好的高压手枪 冲向他 一二三 理想听着口令 撑起身的 元朗却拿过一把手枪 一号 你干什么 偷懒吗 扣两分 理想咬牙撑起身 就这样在元朗一身汗的口令下 所有人都咬着牙强撑着 中间也有人冤枉 被旁边的卫生员 拉上来现场救证 再扔进坑里 严重的扣分后 送到医务室 都给我坚持住了 想想 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那是你们坚持的底气 为了祖国 为了人民 为了加入老A 众人纷纷说着自己留在这里 元朗内心毫无过了 毕竟只有留到最后 才有资格成为他们的命 为了成为最强 岸上的人听到流行的话 都诧异地看向他 成为最强 有意思 希望你说到做的 好了 现在所有人都起来 你们趴着太累了 换个姿势躺着 看见旁边的木头了 所有人上来搬圆木 三人一组仰卧起座准备 听到这 众人也没有力气了 只能乖乖去搬 都准备好了 开始吧 我没说停就别停 我怎么觉得 咱们好像被特殊照顾了 不用你觉得 也没咱俩啥事 咱俩只是烧带的 这是被理想影响了 你个呆瓜 就这样训练 一直躲不住 所有人可以停下来了 一人两个晚点 现在众人已经顾不上学 就在泥地里吃了糖 休息了半个小时 又开始魔鬼式训练 直到晚上吃完晚饭 被告知晚上上文化课 众人才慌惚起来 只是他们高兴得太惨了 狗元朗 你是真会玩啊 现在所有人蹲马步上课 众人就蹲着马步上了 两个小时文化课 中间休息了五个钟 理想 我今天真是服了你了 怎么了 你是怎么做到 扛着泡过水的原木 还跑了第一的 这人啊 不避一下自己 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王志远听后 又是给竖了的大拇指 理想看后笑了笑 安静地睡了过去 时间飞快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 不少参训者受不了这魔鬼的训练 也有被扣完积分值强制被溃破 如今也只剩下了19人 还在队伍中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开始射击项目 齐恒带队去靶场 是 第一排出列 准备 听到指令 众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预备开始 齐恒按下细时器 理想迅速组装 走入式零件 组装完毕里等 快速上膛 同时对准 立即扣动扳机 理想观察子弹落点后 迅速轻轻调整好弹 快速把证据全部打完 报告 一号射击完毕 多长时间 42秒 超过43秒的优秀线 对着其他队员射击时间到了 全部人停止射击 把位把位 除了一号把 其他的开始报吧 收到 等待爆把原成绩后 告诉元朗众人成绩 很好 九个人一共上把23发 这就是左卫的精英 冰王 报告 四号角 报告 枪械的准心并未被叫准 在战场上 准心不准就不开枪了是吗 四号扣两分 四号被元朗喝吃后 别避免了 我对你们这群精英很失望 不过好在你们中还有能人 一号同样是第一次 他的成绩是42秒30发 全部命中 而老二的优秀线是43秒 元朗话音落下 众人开始一人分分的 都别一分分 菜就多练 还不抓紧训练 一号过来 是 以前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报告 没有 今天第一次 放松 今天不扣你分 有我讲讲你是怎么做到的 报告 我先是第一发子弹找到落点 然后调整枪口 继续射击 不错 会动脑子了 了解狙击手吗 了解过 我看过马丁 J多尔蒂的狙击手册 以前接触过狙击步枪 他没有系统化学习过 想成为一名狙击手吗 报告 理想愿意成为一名狙击手 别激动 特种部队的狙击手 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报告 理想愿意加入 好 今天开始 你比别人多一项训练 狙击训练 能接受吗 报告 能接受 再苦再累都接受 理想归对我 一名代号飞鸟的老个 拿着两把狙击枪 叫他回去 认识吧 报告 85式狙击步枪 有效射程1000米 还有88式狙击步枪 有效射程800米 很好 我的代号是飞鸟 三中队现已狙击手 今天开始 你跟着我学狙击战术 是 师傅 此后的日子 理想除了正常 你队友一同训练 还额外跟着飞鸟 到丛林等处 进行狙击训练 在学习过程中 他选择了88式狙 和85式狙 作为自己的常用枪 一个城市友 一个丛林用 训练中 就包括了趴着不动 理想一开始 也忍不住想到 但是在飞鸟的关照下 慢慢地习惯了 这种一趴一天的训练 就算是休息日 理想也会沉寂 在阅读各种狙击枪的知识中 时间就在理想 忙于各种知识中 快速流逝着 不知不觉 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目标黑桃棋 距离1200米 风向东南 风力三起 理想听后迅速反应 老海快速计算数据 飞鸟通过观察镜 看到击中目标后 心中有一阵感感 太快了 这太快了 虽然知道他天赋高 但是没想到高到这种程度 回到训练场后 理想很快打高高路的训练 理想快速拿起920 手枪开始训练 一秒一 又破记录了 他怎么又快了 你们好好说 我这是枪法又快了 怎么听着都不对劲 你还是不是个人 你让我们怎么活 周围的战友 看着理想成绩 又是一阵感慨 怎么我又不是个人了 你除了长得像个人 哪里还是个人 好了都别吵了 继续训练 射击训练都差不多了 明天开始你们学习CPUB战术 知道什么是CPUB 元朗问着眼前的队友 见没人回答 又开口解释道 CPUB 室内近距离战斗 主要应用于军方及警方的突击队 反恐怖特种部队等特性单位 和传统的丛林作战有所不同 通常应用于敌人指挥部 大楼 民居等室内环境 CPUB战术要求行动快速 精准 并涵盖了近身格斗技巧 枪械使用和携带 战斗位置和火力控制 人员编组等 以及通信等多个方面 明白了 很好 齐恒带回吧 别耽误晚上的课 是 齐恒带队各自回溯休息 第二天早上 元朗便带上众人来到一座大型仓库面前 这就是他们要训练的地方 元朗先是讲解了动作料理 然后由教官演示 完成后各自编组 单人 双人 三人 小队训练 一次练习 又是日复一日的训练 从37人的队伍 淘汰的只剩下了五人 又是一个训练后的中午 众人在食堂正吃着饭 都吃着呢 别光看我 你们吃你们的 我就是过来聊两句 让众人去你看看 我看看你 谁也没动手 到今天为止 你们的考核期就彻底结束了 恭喜你们 欢迎加入A大队 太棒了 终于咬出头了 没有理会周边的欢呼 理想紧紧握着拳 难以压制的兴奋在前面乱换 都拿着吧 军绿色的底色 最上方写着黑色 PIA Special Forces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 下面是一个黑色大大 A字中间是一个 带有八一字样五角星 再下面就是一个 金色的长城图案 理想拿着弊章 不管怎么看都举得帅 不要觉得通过考核 就外事大吉了 你们的苦日子 才刚刚开始 说完 元朗离开了石头 直奔大队长办公室 报告 金 平复了一下心情的圆往 这才说到 除了最后一关 剩下的已经结束了 我想来问问 最近有实战吗 铁路诧异的看向他 怎么 你问这些做什么 我想将最后一关 换成实战 放屁 你简直就是在胡闹 换成实战 他们才训练了三个月 才刚刚完成了 最基础的训练 你让他们实战 你这是在拿他们的生命 开玩笑 是对他们的不负责 我也不想这样 别人我倒是不担心 可是理想他不一样 他的进步太快了 这一批人员里面 没人能跟得上他 而且他很聪明 我们的高压训练 对他一点影响没有 那也不是你拿他们 生命开玩笑的理由 我们的最后一关 我觉得会被他看出来 然后陪着我们演戏 元朗继续说道 这不是我想要的 也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想要的是 真正能把背后放心 交给他的生死兄弟 而不是一个 连我也看不清的人 你说的理想 是不是老参谋 长的那个孙子 没错 他的档案 还是您给我的 也是您让我去特招的 铁路拿起电话 打了出去 我是大队长铁路 把受训人员 理想的训练报告 拿到我办公室来 实战对他们来说 还是太多危险 我知道 但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希望他能 正正当当的通过考核 所以我必须这么做 看来你很看好他 等你看了报告就知道了 我就不说了 报告 进 大队长拿起报告 看了起来 没想到老首长的孙子 居然会优秀到这种地步 这样的成绩 在我们队里 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了 没错 他就是我见过 最优秀的特战队员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成为 他自己说的最强 既然这样 那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吧 但是我跟你说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保证完成任务 队长 怎么回事啊 齐恒一边跟着一边问道 最后一场戏 我准备换成实战 什么 实战 你小声点你 这么大声 是怕他们听不见了 这怎么行啊队长 他们也才刚刚通过选拔而已 怎么不能行 我们做好防备就行 元朗说完不理会齐恒 快步离开 惨 太惨了 训练就被特殊照顾 又被飞鸟训练 齐恒感慨地走 你们五个 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跟我走 分配会按照老袋新的方式 进行宿舍分配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 都是老A 他这是什么意思 瞧不起人啊 理想却若有所思 看来确实还有最后一关 可齐恒前世在距离 可不是这样性格 很有可能 是因为他们 还不是真正的寄计人 理想和王志远在分别后 走进自己的宿舍 诶 师傅 看来是跟你小子一个宿舍呢 师傅 你看我是不是运气好 臭小子 今天下午你们休息 明天你跟着我禁令子 我带你玩点新东西 飞鸟这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有得理想好奇故意 师傅师傅 什么新东西啊 别问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收拾好自己的物品 理想前往仓库领取装备 刚走出宿舍门了 迎面看到黑着两个王志远 诶 老王 你脸怎么这么黑 去你的 你这是怎么了 我跟齐恒分配到一个宿舍了 你不问这个我们还是朋友 哈哈哈哈 你居然跟大黑脸一个宿舍 难怪我怎么就突然觉得 你变成小黑脸了 我谢谢你啊 你人还怪好嘞 王志远不理会理想 自顾自的走开了 到了第二天 飞鸟带着理想来到林子里 但理想两眼放光的 看着飞鸟手里的装备 行了行了 口水都要掉地上了 师傅 快 让我上上手 别急 我先给你说说 嗯 师傅你快说 军用十字弩 有效射程150米 军用复合弓 有效射程90米 当然 通常用不到那么远 讲完后 理想开始仔细查看其细节 前方十点钟方向 有一只可爱的兔兔 理想顺势调整正乎 瞬间精准地穿过可爱兔兔 带着兔兔一起扎在了地上 好小子 走 咱回去加餐 好 理想刚到一地 就凭见一群人在起来 骑横牛皮 就你这点水平 要是这样的话 趁早走人 我怕你嘎在战场上 躺在地上的王志远 就运力了 明显有些喘不过气 行了 都散了 该干嘛干嘛去 理想快步上前 没事吧 老王 没事 休息一会就好了 你咋跟黑脸打起来了 不是我想打 是他说要试试我的格斗水平 我没同意还嘲讽我 这我能忍啊 你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跟他一个宿舍 去你的 那黑脸跟我说话 没一句是能听的 你再坚持坚持 等他认可你就好了 听到战备警告 二人迅速前往过程室 这次的任务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还是他们为我们准备的戏 同志们 明天清晨 有一批人数不明的武装人员 携带三百公斤的地瓜仔 从我国某边境偷渡入境 众人面色严重 铁路继续说道 而我们的任务 就是协助警方 对即将入境的武装人员 实时拦截 接应我方过敌保护其安全 你们都参加过实战 我不想再多说 这有多危险 你们做好卫博 现身的准备了吗 实际准备 你们记住 在任何情况下 绝对不能越过边境 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元郎带队领取装备后出发 是 所有人领取装备后 机场集合 是 和小队登机 你们五个跟着各自的队长登机 是 整个A大队是由三个队队 信息大队 后勤大队 战斗兴奋 而战斗中队有九个小队 每个小队七人 怎么样 感觉紧张了 报告 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但是我们克服 你呢 报告 俺爷一样 放松 鼻子都这样 习惯就好了 随着大家安静下来 开始休息 对 队长 目的地已到达 现在开始降落 知道了 到地方了 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是 直升机保护的警告 众人一看飞行 在空地上列队 齐恒 带着他们等着 是 所有人 原地待命 可算把你们判来了 这次又有麻烦你们了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麻不麻烦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老杨 情况不太好 我们的同志直到现在 都没有再传消息回来 对了 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 我需要借助这次任务 演一场戏 不过你放心 不会耽误事 说说情况吧 行 你心里有数就行 杨伟明继续说道 根据我们计算 我们的同志逃脱追捕的话 最早凌晨四点左右入境 所以需要你们提前做好接应 并保证他的安全 元朗坚定地说道 没有问题 我保证 他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好 卧底身上有我们需要的重要情报 我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追兵 放心 你可以相信我们 那就拜托你们了 杨伟明向着元朗庄重地进了个人 元朗回来的礼后 走出指挥部 除了一小队 其他小队队长 按照计划执行 各小队纷纷带着各级队 向着丛林走去 我们小队的任务是前往边境处 接应警方卧底 按照计划 没有意外的话 卧底最早将在凌晨四点左右入境 我们需要提前到达指定地点接应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很好 现在开始 执行任务期间 只准称呼代号 李小 你的临时代号为C3 跟着飞鸟作为观察手 是 王志远 你的临时代号为C4 跟着菜刀组成突击小组 是 现在原地休息 整理好装备 一小时后出发 飞鸟看着身边的李小说道 任务时候别紧张 跟平时训练时候一样就好 保持平常心 我知道师傅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掉帘子的 你的小子 平时嬉皮笑脸 但是关键时候还是靠得住的吗 师傅放心 你想保证完成任务 小队成员做着最后的准备 静静地等待着任务时间的到来 所有人前往指定地点 开始执行任务 随着元朗一声令响 所有队员开始集体 向着丛林深处的边境线 丛林中 高大的树林 茂密的植物 使得队员们不自觉地放任务 小心翼翼的前进 风吹过树叶的沙沙作品 动物们也开始不愿意 远处还传来了震灵 晚上十点左右 众人到达指定地点 元朗举手握拳示意大家停下 狙击小组自行寻找阵地 其余人分散开来 等待目标到了 众人答应飞鸟 带着理想出发寻找阵地 就在这里了 狙击小组已就位 收到 二人迅速开始布置阵地 完成后两人便趴下来静静等待着 理想通过瞄准镜观察周围 风吹草动 来一颗提提神 好 飞鸟看着理想认真的样子 并没有打扰他 师傅 两点钟方向发现两名武装人员 正在向着边境线内行进 飞鸟听后迅速查看 果然看到两个人偷偷摸摸地往前行进 队长队长 两点钟方向发现两名身份布明武装人员 正在向边境内进行 所有人保持警戒 盯好他们看看他们想要做什么 收到 收到 理想通过观察镜 紧紧盯着二人一举一动 丝毫没有放松 理想收到请回答 理想收到 你现在到我这里来 是 理想收到命令 小心翼翼站起身后退 向着元朗所在地赶去 各位一起摸上去 下手经典 我们要活的 是 听到理想答应 元朗带头向着敌人方向摸去 小心翼翼穿梭在丛林中 在到达敌人影遇点后的布远 元朗对着理想打个手势 示意他处理左边那个 理想紧紧盯着布远处趴在地上 慢慢地向前移动着 此时地上的二人 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 还不知道在嘀咕着声 在距离目标身后五米时刻 理想看向元朗 元朗对着理想竖了个大拇指 不错 把这两个都绑起来带回去 清理好现场 是 就放在这里可以归队了 理想离开后 齐恒把这两个带到后面问问 动静小点 知道了 C4跟我一起 理想回到自己阵地中 怎么样 第一次有什么感受 刺激 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呢 看来这元朗不是给我们演习 停止自己的胡思乱想后 理想静静观察周边 防止意外再次出现 过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后 可小队注意 根据俘虏交代 卧底身后 大约有15人左右的追击者 时刻保持警定 收到 明白 时间流逝 转眼来到了凌晨4 耳机再次传出元朗的提醒 卧底随时可能出现 加强戒位 狙击小组注意观察 收到 飞鸟说完后 拿着自己的狙击枪 仔细查看起来 理想也端着自己的95 认真观察 时间来到早上6点钟 距离边境线200米左右 发现目标人物 目标疑似左腿受伤 收到 理想听到飞鸟会 连忙用瞄准镜 对准目标观察 目标人物大概在35岁左右 由于数目遮挡 并无法看清 后方是否有追击目标 但从目标人物 不断回头的动作 身后肯定是有人在追击的 好角色 这么快就能分析出来 不愧是我带出来的 由于自己失血不多 黄羊脸色惨白 咬牙坚持地往边境线赶去 只要过了边境线 我一定会安全 这时候不能倒下 我相信组织会派人来接应 就在黄羊进入境内后 红林中冒出十几名持枪武装人员 理想迅速会报答 发现13名持枪人员 接近边境线 继续观察 等待他们进入境内 明白 随着目标向着埋伏圈转排 元朗对着身边的齐恒说道 彩刀 以去接应目标 动作要轻 别打草惊蛇了 明白 齐恒前行到目标 必经之路上一代 王羊面色着急地向前走着 并不断观察后方 忽然身边传来一股力量 别动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王羊听后疯了口气 跟着我走 回到阵地后 元朗看着王羊受伤的头 你先休息会 等我们解决完追兵 就带你回家 王羊在听到回家两个字后 所有的坚强瞬间瓦解 再也忍不住无声地哭了起来 放心 你现在是安全的 请相信我们 相信组织 在追兵即将进入包围圈时 元朗对着队员下达了命令 所有人注意 敌人进入包围圈后 以我枪声为令 自由射击 不留活口 明白 听到命令后 平复内心的紧张 眼睛死死盯着瞄准镜中的目标 随着一声枪 战斗拉开 又一个敌人 此时枪声停止 场上所有敌人全部被剪 没有发现活口 收到都过来集合了 收拾好自己的痕迹 过去集合了 理想是一句话没说 强忍着不让自己突出来 他此刻也说不上自己是什么感受了 没事的 第一次都这样 回去上心理干预就好了 过来看看 这是你亲手击毙的敌人 感觉怎么样 理想刚要走过去 看见元朗指的地方 再也忍不住 黑着脸跑到边上 王志远也脸色彩达地跑了过来 跟他一起熬 两个难兄难弟拼命地吐 元朗看到后 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 其他人纷纷露出了善意的笑声 从这一刻起 他们彻底地认可大人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没有 吐出来后舒服多了 这是你迟早要面对的 习惯就好了 但我们这行的 早就将生命交给祖国了 我明白了 直升机降落在一地后 一个一个进去 做心理干预 做完后再来会合 说完走到另外一个帐篷 你先进吧老王 怎么样 都合格了吗 都合格了 他在演习中假死后 他身边的新队员 愤怒地想要冲出去拼命 队长 下次能不能换一个人死 我都死两回了兜 那些包的炸点挺疼的 哈哈哈哈 你就认命吧你 谁让你连续两次都抽中了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好了 都别闹了 收拾东西回去 走出帐篷 元朗来到杨伟明帐篷了 你怎么也在这里 不去看医生了 我没事 只是被子弹擦锅滑了到口子 谢谢你们救了我命 别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可以完全信任我们 王阳你就别客气了 改天请他喝顿酒就行了 没错 老杨说的对 改天请我喝顿酒就行 好 一言为定 老杨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带队回去了 剩下的交给我们生伪吧 好 那我先撤 他是怎么给你心理干预的 他一直在重复的 跟我讲些大道理 听得我心烦意乱的 不过我倒是觉得我已经好了 你呢 俺爷一样 二人并肩前往集合点 完美完成任务 回家 再回到营地后的第二天 齐峰敲门叫李响去答辩 李响 你先进去 报告 进来 李响走上前 冲着这些军官进了个礼 我就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昨天你在开枪的时候 心里想着什么 报告 我想着执行命令 还有完成任务 当时你内心有没有动摇 报告 我没有丝毫的动摇 因为我知道 他们都是穷凶极恶之徒 第二个问题 愿意留下跟着我干吗 想好了再回答我 毕竟我们的生活 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报告 我愿意留下来 毕竟我也不是一般的人 本来严肃的肠 不然变得有些欢乐 你这小同志很有意思吗 行了 圆朗带着众人来到训练场 对着大家说道 都别绷着了 放轻松 我记得你们到达营区门口的时候 我就说过 等你们正式加入我们 我就告诉你们 什么是老A 圆朗看着众人继续说道 不知道你们平时玩不玩吧 做老A 是我们平时喜欢玩的游戏 老A就得藏着 野场 最后那一张出奇制胜的老A 就像网络上的用语A人 就是骗人的意思 对于我们来说 兵者鬼道爷 A就是在骗你 你想听了后 若有所思 原来还有一个解释 对着李响和王志远说道 看在你们第一次 参加了实战的份上 我给你们三天假期 等你们回来后 再进行分队 李响听到这话后 直接愣住 他没想到居然还有假期 行了别愣着了 把请假条送我办公室后 就可以滚蛋了 听了元朗的话 李响有头就向门射楼跑去 元朗忽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叫住两人 李响 王志远 你俩先回 怎么了队长 元朗从裤兜里 掏出两个红色的小盒子 李响赶忙伸手接住 当他看到盒子上 写着三等工奖章 谢谢队长 这是你们应得的 你们可以滚蛋了 老王 你假期去哪 你也回不去家 不如去我家吧 我就不去你家了 我回老部队看看 顺便可以教他们点新东西 那好吧 李响快步地向着家里走去 静静地站在那里 眼眶渐渐地红了起来 爷爷 我回来了 老爷子听到喊声 有些诧异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我刚出任务回来 队里给我放了三天假 老爷子毕竟是做过参谋长的人 听到李响的话 他就知道李响经历的 肯定不是普通的任务 爷爷你看 好啊 不愧是我老李家的种 那当然了 我爸今天回来吗 他早上刚走 这几天都不回来 我妈和我奶奶呢 你奶奶和你妈下班就回来了 你想吃啥 给你妈打个电话 让他下班顺路买回来 算了吧 我没啥想吃的 你们晚上吃啥我吃啥 那我打电话告诉他们 一生你回来了 晚上 躺在床上的李响 回想着今天回家后发生的一切 让李响感觉心里暖暖 第二天起来 陪着老爷子溜达了一圈后 就被老妈和奶奶拉着去逛街了 之后就是日常 没什么好说的 不给你们说 报告 李响请求归队 这么早就回来了 听说过特别突击队吗 他不知道元朗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报告 没有听说过 特别突击队 一直在特种兵中选拔组成的突击队 是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通常执行高难度作战任务 怎么样 感兴趣吗 要是感兴趣我就接着说 反之你就回去训练去吧 怎么个意思啊 穿台了吧 这不是隔壁特种兵的剧情吗 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 您接着说 立件特别行动突击队 是我们A大队自己的特别行动突击队 你师父飞鸟 明年就转业了 我们缺个狙击手 我现在正式对你发出邀请 要不要加入立件突击队 报告 当兵就要当最好的 我愿意加入 很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晚饭过后 八点来我办公室 我介绍队员给你认识 是 李响吃完晚饭后 就在宿舍内耐心地等待着 怎么了 看你这想说又不说的样子 师父 听说你明年就要转业了 没错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元朗说的 我就说怎么晚上还要开会 为什么呀 您才三十岁 已经是上位了 怎么会想着转业呢 飞鸟用手指的指心脏位置 手枪死弹近距离命中 距离心脏只差三厘米 我就不细说了 是我的身体不允许了 飞鸟轻声地对理想诉说着 本来我今年年底就要走了的 他看好你的天赋 认为你是我的最佳接任者 飞鸟用欣慰的眼神打亮着理想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消你的了 你现在和我之间差的只是经验而已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超过我 理想张了张嘴 他不知道该对师父说些什么 行了 做好你自己的就行 还能待在部队一年 我已经很满足了 等快到八点的时候 飞鸟带着他上了三楼的办公室 王志源也在其中 既然人齐了 那就开始吧 老队员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先来吧 我叫齐恒 代号菜刀 在利剑中担任突击手 我叫王伟 代号飞鸟 在利剑中担任狙击手 我叫齐恒 代号石头 担任爆破手和机枪手 我叫齐恒 代号乌鸦 在利剑中担任卫生员和侦察员 我是利剑的队长和指挥 因为身体原因 飞鸟已经不适合出任务了 所以理想接任飞鸟 成为新的狙击手 王志源作为突击手补充起来 听了元朗的话 老队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 这是他们早就知道的 只是飞鸟眼中藏着深深的落幕 既然你们正式加入利剑突击队 那就为自己起一个代号吧 我先来吧 刺客 我的代号叫刺客 你咋不叫法师呢 叫法师那是封建迷信 不提倡 既然你决定了 那就叫刺客吧 是 我就叫铁锤吧 既然你们决定好了 从明天开始 利剑突击队开始单独训练 把申请填一下 再把保密协议签了 就在这写了 接着又对其他人说道 你们先回去吧 理想和王志源写完后 就离开了办公室 正式加入利剑突击队 理想便和队员们开始训练 跟平时的训练并没有太大训练 晚上训练结束回到宿舍 理想去会议是集合开会 好 马上来 我们来活了 三天后 我军区将要和东南军区 进行联合实战演习 我方为红方 本来没有我们什么事 但是对方的狼牙特种大队 突然提出要参加 对方的孤狼突击队 今年刚成立了比队 所以机会难得 理想此时听到元朗的话 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脑子里已经开始乱想了 什么玩意 怎么就孤狼臂组了 大大会啊 这是狗头老高 雄人班长 老胖 西伯利亚郎 所以上级要求我们 派出利剑突击队 加入到红方 就我们六个人 打对面整个特种大队 还有孤狼突击队 A组和B组 还能这么玩 六人对抗对面特种大队 想想就觉得刺激 报告 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看清自己的机会 你说的没有错 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个难得机会 好了 任务我已经说明了 回去休息了 后天出发 众人回答完后 走出办公室 返回了自己的宿舍 飞鸟现在已经退出 利剑突击队 所以它并没有去开会 师傅 后天我们就要去参加演习了 演习只有你们六个去 没错 老刺激了 对面有整个特种大队 你是第一次参加演习 可得注意点 别给我丢人 放心吧师傅 你还不着急我 一架直升机 在一片弓林上 当到达 你们想怎么搞 一起行动还是分开 理想先开了口 要不分开吧 六个人都去一块 有点危险 我看你是八部的分开 然后到处浪 你们怎么想的 元朗没有回理想 而是问向其他人 既然刺客想自己玩 那就分开吧 分开吧 一个人确实刺激 池海也是面带笑意的独播 那就分开吧 不过都稳着点 谁要是第一个淘汰 回去给大家洗一个星期袜子 没错 没错 就这么玩 那就算了 行进了五分钟 理想观察下周围 没有发现情况吗 抛出来地图查看起来 对照地图确认自己的位置 理想快速地穿梭在周围间 向着他选定的地点前行着 班长你说这新来的连长 是不是嫌的慌 刚到营地休息都没休息 就让咱们出来侦查 你把嘴给我闭上 别再身后议论别人 不想干你就回去 看到班长的样子 吓得二年兵就要开头道歉 班长我 身上就冒起了白烟 马德偷袭算什么本事 别说了 理想眼神犀利地看着他 向着士官走 想看看他身上有六亿 没有得到自己喜欢 理想一句话 没说再是朝东目标 班长那是哪个部队的 应该是特种部队的 理想一看 迅速向着他选定的山上 刚才遇到人 说明在这附近也不得出差了 果然 在距离他所在地两公里的位置 发现了一座营地 从营地中人员数量来看 应该是连几单 理想掏出地图 标记出位置后 起身向着营地摸去 在距离营地500米左右 找到一个合适的狙击阵 观察着营地等待机会 没多久 通过瞄准镜 理想看到一个 尚未站在营地的中间 对着周围的人 手舞足蹈 说起 随着一声枪响 理想迅速起身 向着外围撤 他在原地愣了一下 一脸抵辑 有狙击手 隐地隐地 等了会发现 没动静后又说道 去几个人 朝枪响的地方看看 包刚没有发现敌人 加强警戒 理想离开后 绕过了营地 向着更深处走去 随着越发的深入 理想碰到了 几锅雪罗的士兵 他并未开枪 因为就算 机这个变方 也毫无力 还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等到理想 到达了 空地边上的树林后 看到空地上 驻扎着的营地后 他就知道自己没想错 理想趴在地上 静静地观察着 这次他就没有 那么好的运行 理想等待了两个半小时 一直没有 校级以上的军官 出现在他视野范围内 可惜身上 只带了一块C4 就是想要摧毁车辆 都办不到 想了想后 理想逃出手雷 在地上布了个鬼了后 又退回原地 耐心地等待着 机会的出现 时间又过去 两个半小时 理想看到忠孝走出来后 决定打掉他 管他是不是 先干了再说 那么大的军衔 反正不吃亏 理想瞄准后 没有犹豫 想后 理想没有查看 自己的成果 收拾好现场 转身就跑 半个小时后 确认身后没人追他 去找找狼牙的营地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不过在寻找狼牙的途中 他打算遇到营地后 尽量只开一枪 只打主官打完就跑 老廖永远是个人 休息了十几分钟 理想再次开启了 他的老六支 可惜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 不然C4就派上用场了 就在理想休息时 从林中的某处营地 一名士官在帐篷外 喊了声报告 走了进去 参谋长 下面的部队 已经有好几个连队主官 被狙击手干掉了 敌方有一名狙击手 就盯着主官搞 上级要求我们 可真有意思呢 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只是盯着主官 他想要干什么 造成人员的恐慌 让人时刻紧绷着 让孤狼帝族找到他 做掉他 士官听到后 出门去找孤狼帝族 管你想要做什么 干掉你就完事 在休息的理想 此时并不知道 孤狼帝族已经来找他 如果他知道 他一定会很高兴 就在理想离开的十几分钟 一个六个人 全是无人的阵势 在理想待过的树下停了下 他在这里停留过 往那个方向去了 出位法郎 你行不行 这都已经带错好几次路 我再怎么不行 也比鸵鸟强 鸵鸟脑容量就那么点 行了 都安静 仔细说出什么情况 这次没有错 对方很专业 要不是他在这里停留过 我也不能确认 既然确认了 那还等什么 追上去干掉他 那就追上去 不过要小心 对方跟我们是一种人 那还等什么 赶紧追吧 随着森林狼开口 孤狼帝族再次向着理想追上去 理想穿梭在情绫之中 为什么总觉得心神不宁 这种感觉又来了 快速布置好阵 架起枪 耐心地观察着 没一会儿 出现六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好吗 这不是孤狼帝族吗 自己正准备去找他们 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思考了一下后 将瞄准进对准的鸵鸟 他打算先干掉狙击手 再见了 鸵鸟 理想干掉鸵鸟后 迅速移动枪口 想要趁机打掉第二个人 不过为时已晚 真是够专业的 理想发现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凭什么我是第一个 对面的还真是准 鸵鸟脑袋那么小 一枪就中了 其他人听到错 纷纷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快别闹了 打仗了 突尾巴狼 找到他的位置了吗 没有发现 对方是个高手 要不我去吸引目标 你们趁机找到他 那你小心点 其他人做好准备 明白 其他人听到错 做好准备 西伯利亚狼深吸一口气候 闪生出了掩体 诱儿 你当我白看的电视剧啊 我就不打 等着你们老的们 果不其然 就在那人出来的瞬间 由一人观察的时候 脑袋不小心露了出来 都别动 注意隐蔽 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 虽然站着上风 可自己也被拖住了 没有什么意义 思考了片刻风 理想在狙击阵地后方步远 步下一道鬼雷 并故意留下自己的红镜后 然后转身离开了现场 都别躲着了 人早跑了 这回可是丢人了 人都没见到 咱们就损失了两个人 你们自己先回去吧 然后看看像剩余的三人问 我们还追不追 追 当然要追 追上他让他好看 那我先向指挥部汇报下情况 从这人的行动上来看 这人还真是 山狼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这个人的行为 果断吗 这么说也可以 这人从不恋战 得手后立马就撤 就像是一鸣 此刻吗 对 你说的没错 我已经向参谋长汇报过了 他允许我们追击 走吧 先去找找他的狙击阵地 就在走了没几步 独尾巴狼脚下 忽然碰到了一根毫不起眼睛 这人可真是阴险啊 行了 既不如人有什么可抱怨的 走吧 也别追了 或指挥部领罚吧 这就是天外有天 走在丛林中的离血 突然听到远处天上 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 连忙排阔关键 然后追着直升机方向去 这架直升机 是从敌方阵地外围 跑着里面飞 跟着他 肯定会有收获 两个半小时后 李响趴在地上 透过瞄准镜 看着一公里外的民事机场 内心一阵无语 好消息 这次收获大了 坏消息 搞不了 看着戒备森严的机场 李响只能抛出地图 标注位置 离开后 立马向指挥部汇报 虽然会暴露位置 但是直 再向外撤离了两公里 李响打开了他的通讯设备 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 这里是利剑小队狙击手刺客 收到请讲 指挥中心收到 我发现了敌方机场 坐标XXX 重复一遍 我发现了敌方机场 坐标XXX 请求火力打击 收到 再不走 是要被包饺子的 在别人的地盘 用通讯设备 怕是当人家的雷达是摆上 就在理想汇报回来 三架无人机 从那处机场上空飞过 留下了一片狼藉的机场 报告 十分钟前 我方雷达在我阵地内部 发现了敌方的信号 就在刚刚 我方一处机场 被敌方摧毁 你说什么 敌人找到了没有 并没有找到人 而且信号又消失了 找 把我们的人都派出去 挖地三尺 也要给我把人找出来 是 附近搜寻着他 没办法 只能小心翼翼地 向着这个地区 外围跑 和安静的丛林中 此时传来了狗叫声 发现他了 快来人 他在这里 理想偶也不回地玩命 从不二跑 听到狗叫声 有头看了 二话不说 伸手拔出走枪 狗二的 连狗都不放过 快快快 别让他跑了 我倒是想放过他 但是放过他 我倒是真跑不着 理想推着 边跑边朝 就后面 没想法 随着离醒的枪声 后面的追兵越来越少 理想掏出烟雾 随手抛在了身后步 随着烟雾散开 他狂奔了几步 躲在一旁的掩体后 打起八五式开始反弹 理想突进的一枪又一枪 精准的仓法 挨个点名的淘汰对方 他是不是带烟雾头盔了 烟雾中还能被精准击中 理想又进了烟雾弹 正在了身前 收枪就跑 跑了两个半小时后 发现后面没人追上 理想停了下来 这些人可真能追 要不是身体素质加强的关系 我可要被围起来 拳打脚踢了 休息了十来分钟后 准备起身 开始大逃亡 这时候 肯定很多人在找我 已经暴露位置了 这可怎么办 就在他起身的瞬间 他的第六感 又向他传来了警 在他躲避的瞬间 后方响起一阵枪声 理想躲进掩体 淘汰掉一人 然后立马掏出水 淘汰掉一人后 再次躲进了掩体 这人还真是离谱 这都能躲过去 做过攻击 反手还淘汰了两人 怪不得B组 拿他没办法 都小心点 这人的危险感知很强 贵狼跟我火力压制 恶狼 普狼 左右包抄 理想躲在掩体后 感受着一颗不停的枪声 他马上想到对方 想要坐着 连忙取出最后的阴 朝着他的前方扔了出去 手头高 看到阴雨大 好足手雷扔了出去 理想探头刚要查 瞅见手雷后 再次躲进阴雨 枪声也停止了 理想端起枪 先向左边查看 就在理想查看左边的时候 理想的脑后 爬来了阵阵气 哼 理想再次躲回掩体 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看来老天是眷顾我的 要不是还在演习 一定要先把这小子挖过来 对面就剩下两个人了 这下子攻守一行了 他在故意向对面示威 本来十拿九稳的事情 这么快就剩下我和灰狼两个人了 你掩护我 我冲上去干掉他 只能这样了 交给我吧 说完举枪 就开始压制 灰狼冲出掩体 边开枪 边朝着理想方向冲过来 灰狼冲到一半 突然拿出手背 理想部署的枪子 随着手上白烟的冒起 灰狼僵住了 到我的到我了 扎一下这狗头高 抬手把石头扔向狗头 高掩体前边 举起85式 瞄准进展 灰狼都被干掉了 正无奈 突然一个飞呼呼的东西飞来 他立马条件反射地向着旁边扑去 现在还不是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 本来还想嘲笑菜鸟们 结果咱们直接全军覆没了 你们是怎么被淘汰的 这小子危险感知太强了 我靠近他正准备下手 他看到没看 向着身后果断射击 在一个鲤鱼打挺 把恶狼也干掉了 走吧 回去吧 就在他们走后的三分钟后 我又回来了 看看他们会不会回自己的营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个半小时后 跟着狗头高他们的理想 是他们的老巢果然没跟错 他仔细地观察着周围有没有暗手 找到了个不是那么好的狙击阵地 趴了下来静静地等待 中间的帐篷很有可能是指挥部 狗头高应该是去汇报的 理想紧紧地盯着他 生怕错过机会 帐篷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就在理想决断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的时候 突然从帐篷里走出来个士官 要不是看过电视剧 知道雷天范长得什么样 说不定还真被骗了 这不就是狼牙的参谋长雷天范 理想没有犹豫 理想看到命中目标后 急忙转身就跑 快来几个人跟我走 找到那个狙击兽 他带着西伯利亚狼 还有其他的队员 急忙冲了出去 抱歉参谋长 他应该是跟着我们回来的 算了 不怪你 谁也没想到 他居然杀了个回马枪 能不能把他要过来 要过来 怎么要 他估计是利剑的人 保密级别比孤狼都高 你拿什么药 利剑的人 啊 我没说吗 这次A大队来的是利剑突击队 哎 可惜了 理想在丛林中飞速地逃窜着 这次可真的是捅了马蜂窝了 在狼牙的营地里 当着狼牙的面 干掉狼牙参谋长 这是在狼牙脸上 狠狠地来了一巴掌 我可真牛皮 身后森林狼带对手 理想一蹬 一蹬开枪 十五次地逃脱 借助夜晚的丛林 暂时摆脱了追兵 再一处断崖停了下来 这处断崖 正是我发挥的优势 理想二话不说 朝着断崖之上爬去 找了个合适的位置 他在断崖边上 随着追兵的道路 都小心他在断崖上面 狙牙的狙击手干掉他 狼牙的狙击手 注意隐蔽 注意隐蔽 理想在牙上 一直注意着下面的动静 他主要照顾的 就是拿着狙击枪的人 散烦暴露在理想上 都被他一枪带走 怎么办 我们根本就过不去 还有别的能上去的路吗 有是有 但是要绕路 最少要半小时 等我们上去 以那个狙击手的性格 早就跑了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一队继续在这里盯着 你带着二队 从别处绕上去 二队跟我走 西伯利亚狼 喊上二队一起追近 向着旁边绕了过去 怎么一下子人少了 又想绕过来包抄我是吗 好啊 等你们彻底撤出 我再撤 这样能稍微分散下 他们的兵力 减少身后追兵 时间差不多了 马的他可真能跑 侦察员 上去看看 报告 没有发现敌人 知道了 先上去 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踪迹 理想快速穿梭在黑夜的虫鸣中 这会儿 狼牙的人 大部分都冲着我来了 营地可是空虚了不少了 要不 再杀个回马枪 C4可以派上用场 一个多小时后 向着营地里面摸去 果然这时候的警戒 比第一次来的时候 轻松多了 偷偷摸摸地 向着雷天泛出来的帐篷 潜伏过去 他确认了这里 就是狼牙的指挥 理想从包里 逃出C4 定时后 慢慢地塞了 这次狼牙可是丢人丢大发了 参谋长被淘汰 就连指挥部都要遭殃 这人是导演部的 都是只带眼睛不带嘴 影响不到他 就在他离开之中 狼牙的指挥部冒起了残烟 连带着新的指挥官也正在 狼牙指挥部被摧毁 通讯设备瘫痪 这 这 这什么这 让人家单枪匹马地炸掉了指挥部 这次狼牙脸都没了 又杀了个回马枪 演习过后 该怎么面对大肥大 李响奔跑在丛林之中 此时的他心情好的 不得了边跑边笑出声 在夜晚的丛林中 显得十分的困义 李响找到一片小树林躲了起来 这两天累得够呛了 好好休息 明天再找地方搞事 他闭上眼睛休闲 天色微亮 李响找到下一个 可能存在的目标后 再一次出发了 营地上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车 这让我怎么搞 就在这时天空上 亮起了影子 同时耳机里 传来了演戏结束的导演 不通知 李响打开了 红方的通讯设备 刺客 刺客报告自己的位置 我在 叉叉叉 收到在原地等待 明白 不久后 李响乘坐着直升机 和队员一同离开 李响 我这有个出差的活 你想不想去 什么活 去国防大学当教官 一个月时间 去国防大学当教官 我去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 还有几天时间 当教官不是目的 主要任务是看 有没有合适的人 有的话 回来报告给大队长 开始正审通过后 明年毕业 就可以通知他们来考核 那就去呗 到时候通知我就行 拿着吧 这是大队长给你申请的 怎么还有三等功 你在演习中 发现了敌方的机场 还有狼牙的事 这是你应得的 感谢组织的栽培 别贫了 记得准备好 没几天 你就要去当教官了 我没做过 你给我说说 我都要干嘛呗 没什么难的 就是带他们体能训练和射击 别按照我们的标准就行 还有 一定要记住 看看有没有好苗子 我又不傻 你放心吧 我都记住了 12月1号中午 同志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你好 我是新来的集训教官 这是我的证件 同志 你的证件单位一栏 只写了番号86749部队 你能具体说说吗 我好做登记 不该问的别问 是 麻烦您稍等会儿 我通知人来接您 没一会儿 一个一毛三的上尉 朝着门口过来 你就是理想同志吧 你好 我就是理想 别客气 我姓黄 称呼我黄教员就行 跟我进去吧 我带你去宿舍 你就暂时住这里吧 你的饭卡和计划表等会 我叫人给你送过来 麻烦您了 不客气 那你就先收拾吧 理想放下包后 开始收拾了起来 报告 进来 教官好 黄教员让我来送饭卡 还有时间表 看到来人的瞬间 理想愣在了原地 这不是弓箭吗 麻烦你了 放桌子上吧 是 怎么弓箭也冒出来了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看见金哥 这个时候翻天坑 应该还没接触弓箭 是不是能把他给拐到老A去 理想先去了一趟 黄教员的办公室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情吗 黄教员 这是我做的训练计划 没问题 就按照计划上的来吧 听到黄教员同意后 理想就回去休息了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理想 来自哪里 你们不需要知道 在接下来一个月里 我将会成为你们教官 给你们五分钟 给我背上 你们背包十公斤负重 你们还在等什么 五分钟 计时开始 学员纷纷向着楼上跑去 五分钟后 所有人都到齐 今天我给你们上的第一堂课 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纪律 现在绕着操场跑十五圈 但是谁要是掉队了 集体加一圈 队伍中说话 一样加一圈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声音太小 我听不见 加一圈都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现在都给我跑起来 快快快 看来这里想还是有一套的 哈哈 这下这群皮猴子 可要不好过了 这样好啊 就要他们知道 地方上和部队有什么不同 主任 这里想到底什么来头 他的档案写的 不清不楚的 他来自哪里 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要知道 他是个能人就行了 现在知道 你们是真的知道了 下次集合 听到哨声后 我要在三分钟之内见到你们 吃完早饭后 休息会儿 我们再继续解散 我的天啊 可真是累死我 这教官看着年纪不大 仅是真黑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盯着我看的时候 我瞎意识地就逼开了 不敢和他堆尸 很好 你们的速度 已经达到了我的标准 看到集合完毕的训练 理想没多说 变着花样的 给他们增加项目 也是满足他当教官的趣 半个月后 理想带着学员来到靶场 今天开始 我们开始射击训练 之前已经教过你们基础 现在到你们实操的时候了 教官 要不要给我们露一手 是啊教官 给我们掩饰掩饰 没错 让我们看看差距 行吧 那就给你们做个示范 先说好啊 我是一名狙击手 步枪不是我擅长的 你来计时 真的假的 教官你是狙击手 骗你们有什么好处 理想走到把位上 双手眼花缭乱地分解到手里的球 你来喊开始 开始 理想再次手速飞快地起床 看计时 三三三十八秒 还行 没有声输 教官 你还是个人吗 太厉害了 教官 你不是瞎打敌吧 看看靶子 不就知道 我是不是瞎打的了 看这把新处密密麻麻的枪 能把教官训练成这样的部队 一定不是普通的部队 不知道自己明年 能不能去纳服役 好了 别激动了 好好练 你们迟早 也能打成这样 中午休息时间 报告 请进 教官 我能咨询你点事吗 你想问我什么 教官 我能知道 你来自哪个部队吗 我不能告诉你 我所在的部队犯号 那是违反纪律的 我能说的是 我是陆军特种兵的一员 教官 怎么样才能加入你们 为什么想加入我们 报告 成为特种兵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并且时刻为此准备着 我不能保证 你能加入我们 想要加入我们 是要参加选拔的 我只能给你一次 参加选拔的机会 我想去参加选拔 我可以接受任何考核 放轻松 不着急 起码也要等你毕业 我会把你的名字推荐上去 这毕竟也是 就回去吧 看着离去的弓箭 在这批学院里 除了弓箭外 勉强有三个 其他人够不上选人标准 李响打算集训结束后 再去找另外的三人聊聊 李响 有两名警察同志找你在 李主任办公室等你 我知道了 李响到了办公室 就是这两位同志有事找你 你和他们聊吧 说完 黄教员转身出了门 又见面了 这次又要麻烦你了 这次是什么事情 市区中有人持刀劫持了一名人质 歹徒有意识地 躲避我们狙击手 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知道你在市里集训 我们这才找得过来 我要先跟我的上级 确认一下 李响拿起电话 找元朗确认后 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走 需要为你准备什么 先去现场看看吧 你们都别过来 过来我就杀了他 救命啊 救命啊 别叫 再叫我就动手了 安静点 怎么样 给我准备套变装 一把92式手枪 还有橡胶带 我马上准备 几分钟后 交给你了 李响点点头 上车开始换变装 他这么年轻 能行吗 放心吧 他是专业的 此时的李响 站在警戒线后方 手背在身后 静静地等待着机会 没一会儿 歹徒再次拿下了刀 退后 你们都给我退后 不然我杀了他 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我 保护人民 是我应尽的责任 还是要谢的 你放心吧 现场的录像 除了我们自己的 其他的都已经删除了 麻烦你们了 没事 我送你回去 当然 你还要写份报告 毕竟开枪了 我明天再来找 你们三个 在这一个月中 能力勉强能达到参训标准 等明年毕业 愿意去参加选拔吗 三人连忙点头表示愿意 好 我回去后 会将你们的资料 递交上去 你们等通知就行 还有日常训练 在选拔之前不能忘 第二天的时候 远朗来到宿舍 哟 怎么是我队长亲自来接我 你以为我愿意来 我刚好来市里 帮大队长跑个腿 要不然我才懒得来 那可真是辛苦你了 你少阴阳怪气的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好苗子 好苗子倒是有一个 其他的三个勉强达标 不少了 今年还能有四个就不错了 毕竟刚毕业的学员 很少有能直接达标的 你们这批中 只有两个还都被淘汰了 毕竟不是谁都跟我一样 从小接受军事训练 还贫呢 东西收拾好了没 收拾好就走吧 早就收拾好了 不许跟学员告个别 不用了 该说的昨天都说过了 那就走吧 忘了告诉你了 你要换宿舍了 我跟我师父住得好好的 干嘛要换宿舍 为了在任务来临之际 迅速的反应 也为了培养默契 其他人都住进去了 就等你了 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也搬到一楼了 那我师父呢 你师父已经搬去机关楼了 啊 我师父搬走了 沉默了片刻后 又笑着说道 去机关也好 他看着我们出任务 心里肯定难受 搬走了也好 眼不见心不烦嘛 没错 所以我跟大队长说了 把他调到机关去了 让他剩下的一年 安安静静地待在那 回到新宿舍后 李响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哟 回来了 嗯 其他人呢 他们去小卖铺了 你怎么这么不合拳 其他人都去了 就你没去 你说你这么帅个人 怎么就长得张嘴 你也觉得我长得帅 齐红没有说话 默默地解下武装袋 我错了 别别别 等其他人进到宿舍后 就看见被追得满屋子乱窜的李响 干嘛 教育孩子呢 没事 孩子皮 打一顿就好了 还顺手啪啪两下 抽到了李洗屁股 还真打呀你 好了 快消停婚儿吧 没事 我原谅他了 齐红听到后面有说话 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紧了紧手里的武装袋 哎呀 我突然想起来个事 我去一趟队长了 算你跑得快 你看好的是哪一个 弓箭 军事素质 是那批学员里最好的 我知道了 等会我就给大队长送过去 正神过了 等时间到了 就通知他们 那没事 我就回去了 等到吃完饭后 李响从枪库取出了自己的配枪 第二天中午 元朗把大家集合起来 安排着下午的训练计划 下午我们搞个对抗演习 咱们六个对三中队的三个小组 在营区的丛林展开 行啊 好久没有活动过了 一笔三点五可以接受 现在所有人穿戴好装备出发 进入到丛林后 两名突击手站在了最前面 元朗居中 李响拿着85G站在了后面 走了没一耳 齐横打出手势 石头看到后上前蹲下 开始拆解滚没 这些人可真行 跟我玩连环头 李响举着枪 透过瞄准镜看着前方的情况 突然 远处的山坡上一片杂草中 轻微的晃动了 隐蔽有情况 其他人听到后 什么情况 十二点方向 距离四百米左右 山坡上趴了个人 还有其他人 并没有发现 目前只看到一人 是否需要击毙他 不着急 你留在原地 其他人给我摸上去 等我们靠近点 你再打 输到 听到命令后 李响待在了原地 继续观察 等距离足够的 元朗打手势 让大家停下来找 刺客干掉他 看能不能惊动其他人 了解 听到命令后 李响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继续移动枪口 观察其他的周围 元朗发现 目标不远处的树后 陆出一阵 随着他的枪 四周的敌人 吵吵吵吵 朝着利剑踩射 左右人 其他人听到 跟声开始 激烈的枪声 突然在层面中响起 打破了周围 元朗安 李响看见其他人 露头后 直接开车 一名敌人 从侧面绕过来 李响毫在 调整枪口 再次寻找他们的招式 清除 所有人集合 你们几个 回去加强练习 李响等人 继续在丛林中搜寻 半个小时后 他们来到了这片丛林中的 一处小山下 半个小时了 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去制高点观察一下 再做 就在大家准备上山的时候 我中奖了 别急 我看看 其他人注意警戒 能搞定吗 没问题 十分钟搞定 李响朝着山上观察 几分钟后 这感觉 火力压制 保护好他俩 有狙击手 小心点 说完李响掏出守卫 对面还有个狙击手 他对我们的威胁太大 李响举着枪 寻找着对面的狙击手 搞定 找到你了 干得漂亮 开始反击 李响淘汰掉对面的狙击手 大家纷纷开始赶紧 五分钟后 战斗结束 所有人前往山顶 等到了山顶 众人才悄悄地放松了一下 我差点以为我要挂了 为什么前面人没事 祝你中奖啊 我上哪只道去 别郁闷了 回去你请喝汽水 好啊 好了 就这么点了 不应关注 这时候乌鸦反应过来了 不对啊 怎么是我请 只是大家都没答应了 硬是让他认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队全副武装的小队 有说有笑地走出 身后还跟着欺人的小统 理想他们在不久之前 顺利淘汰掉了最后一个小统 全员毫无损失 别忘了去买汽水 只要有汽水喝就行 你去小卖铺吧 我说搁几个智鱼吗 免费的才是最好的 我也没带钱啊 没事 可以先设账 没个好人 好 好 我知道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 我特意为大家安排了惊喜活 看过特种兵的都知道 丛林生存必不可守 而我却在训练中 发现了一起杀人埋尸案 活动内容 丛林五日游 活动设备 每人一把匕首 还有把手浆 只有一个弹架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使用 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 大家的野外生存能力 看着脸色不对劲的众人笑着问道 怎么样 惊不惊喜 惊喜 这TM也叫惊喜 什么都没有 只有把匕首 还有把不能用的手枪 回去拿上装备 十分钟后 机场集合 解散 十分钟后 众人登上了直升机 向着远处飞去 来来来 这是额外赞助 元朗笑着给他们一人 发了一个带有GPS的军用手表 还有把信号枪 新设备 北斗军用手表 及定位 数据记录 测量等功能于一身 用完季的提意见 各使坏 知道了 时间很快就过去 直升机飞了一个多小时 除了元朗 谁也不知道到底飞到哪了 一人一个地方 谁先来 我先来吧 小心点 理想点头回应头 伸出手 和队友们挨个碰拳 跌住绳索 快速降到一面 红林中 小心翼翼走着 时刻保持警惕 忽然 忽然 慢慢靠近 发现一只野兔 正肯使着地上的青草 理想悄悄地举起匕首 准备捕捉这只野兔 作为自己的晚餐 就在他即将出手的瞬间 看一看水中的鼻子 转身离开 继续在丛林中 寻找其他食物 发现了一棵树上 结满了果实 看起来可以食用 爬上树 味道还不错 解决温饱问题后 理想找为一个 相对安全的地方 今天就在这扎营吧 不知道营地四周 有没有大型动物出摸 还要捡一些干枯的树枝 用完生火 不然晚上要冻嘎了 第二天理想用 昨晚捡来的树枝 将一桶消尖 寻找水源的同时 还能捕鱼 一上午时间过去 没有抓到什么猎物 直到下午 理想突然听到了水流声 走到小溪边 蹲下来洗了把脸 然后仔细地观察着吸水 看是否能找到鱼 举起被他削尖了的树枝 这下晚饭又着落了 抬头的瞬间 愣住了 小溪对面的树林中 露出了一个木屋的一角 要真的是木屋 那这几天可就不愁了 理想退后几步 助跑后一个跨步 跨过了不宽的小溪 向着他发现的地方走去 确实是一个小木屋 看样子已经被废弃了 破旧的外表 没门 不管了 先干饭再说 升起火后 用树枝串上鱼 插在火边烤着 做的开饭 吃完后 打算趁着天煤黑去四周转转 确定一下周围是否安全 还没走多远 理想突然停了下来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树 眼前的树干上 距离地面大约一米的位置 有一枚弹孔 弹孔的附近 有一片干枯的红色印记 明显是块血迹 就是不知道是动物的还是什么 理想没有上手去触碰 仔仔细细地开始搜查附近 如果是动物的 那就万事大吉 可如果是人的 那事情就大了 半个小时后 理想发现了异常 有一个凸起的小包 小包上的植物明显 比旁边的帽盛很多 走近后 闻到了一股蛋蛋臭乌 理想没有乱动 专业的事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用手表发出求救信号 二十多分钟后 直升机寻停在了碰地上 怎么了 为什么发求救信号 这发现了点情况 说完 理想带着他们 先去了弹国 确认了吗 确认了 地方我都找到了 跟我来 说着又带着他们 去了小坡下面 汇报吧 杨队 杨瑞没有回话 而是开始向指挥部汇报 指挥部指挥部 我是杨瑞 收到请讲 请讲 刺客并没有问题 而是发现了一处 疑似凶杀现场和埋尸地 收到 我马上汇报 片刻后 耳机再次传来声论 杨瑞 我是大队长铁路 把你们的发现仔细说说 杨瑞听到后 向他解释了理想发现 保护好现场 我马上通知公安 等等吧 大队长给公安报信去了 天都要黑了 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来 那谁说得准 训练估计继续扑下去 杨瑞 收到请回答 收到 公安已经出发了 明白 天色逐渐黑了下来 大队长铁路 带着局长杨伟明 和几个公安 还有两个法医 先带我们去现场看看 到了地方 公安的人开始忙了 没够多久 一名法医喊了起来 挖出来了 确实埋着人 听到说挖出来了 没事干的理想 好奇地往跟前凑去 还没到跟前 一股像是一百个臭鸡 淡放了几天的围囊 那叫一个冲 差点让他呕出来 理想看到一具蛮性尸体 长相不知道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 怎么样 能确认死亡时间吗 看尸体腐烂程度 大概一个月左右 具体地要回去验过才知道 那就挖出来 带回去 法医听到后 招呼同伴一起帮忙 理想这边来 待在一旁的理想 听到大队长叫他 立马上前 当会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你也没有装备 在这帮不上什么忙 理想有些郁闷 他还想再看看呢 他还没见过警察现场查案 要不我留下跑跑腿 我看你就是想看热闹 铁路没有搭理他 跟杨瑞交代保护好他们 跟杨伟明打了声招 带着理想和一名法医 还有师代 上了直升机就在 直升机停在了市局的机场 理想帮着法医 把师代抬下去 直升机再次起飞 向着A大队飞去 理想回到宿舍后 救他自己在 也不知道他们的训练 是不是也终止了 第二天一走 理想眼瞅着四个阵 巴金的臭男人走了进来 凭什么你先回来 说好的同甘共苦呢 你离我远点味有点大 齐横满脑门的黑线 手慢慢地伸向了 腰间的武装带 大哥别冲动大哥 你给我等着 理想看着齐横出去 松了口气 看到其他人看着他笑 朝着他们说道 看什么看 你们跟他一样的玩 马德等我洗完树 再回来收拾你 王志远同样放下狠话出门了 我告诉你 这是没有一瓶汽水 他就过不去 没错 理想看着他们都出去了 默默地起床去小卖铺 买了六瓶汽水盆 给元朗送去一瓶 下午训练 理想手里举着靶子站到那 让他动都不敢动 理想 齐横 你们俩来我办公室一趟 忠孝军衔忧高声了呀 这不得请客吃饭 元朗拿出两个小盒子 放在桌子上 那你是不是也要请客 理想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放着一副 一毛二的中卫军衔 怎么还有我的 你忘了你的两个三等红了 还有人质那次 放心吧你 肯定是够自得了 听了元朗的话 理想就放心了 他满打满算才入伍半年多 生怕别人说 他是因为爷爷的原因 才生得快 自己倒没什么 坏老爷子名声可不行 当过兵的都知道 想要一毛二 没点功劳 没点时间绝对下不来 而我入伍仅半年就能拥有 不过 先不要高兴得太早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 特意朗的战事件 理想回到宿舍 哟你这是偷谁的军衔 赶紧摘下来 这是违反纪律的 什么叫偷的 就不能是我的吗 快别说了 赶紧拿下来 被发现要挨处分的 王志远装作着急的样子 就要摘掉理想的军衔 石头健壮 也笑嘻嘻地动起了手 放开这就是我的 再不放我就不客气了 你叫啊 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这是你能逼我的 猴子偷偷 石头捂住受伤的部位 退出了战场 黑虎东西 我靠 王志远退出了战场 理想盯着剩下的乌鸦 乌鸦自觉退出战场 还有谁 理想插着腰抬头问问 你们两个要是不请客 那就说不过去了 好好好 我请客请客 1月31号 结束上午的训练 下午放假 集体打扫卫生 然后去食堂包饺子 今天是大年三十 对了 你们谁会包饺子 我能活面 我也可以 我来赶皮吧 接着四人一起看向了乌鸦 乌鸦想了想犹豫地开口说道 我 我给你们买汽水 听了他的话 队员们满意地点点头答应了 那你现在就去吧 要不开饭 就用不到你的汽水了 行吧 那我现在去 到了食堂后 每张餐桌上都放着盆面粉 还有调好的馅料 开干吧 兄弟们 王志远和齐恒两人开始合目 理想和乌鸦坐在鱼子上 等他俩把面和好放着醒着的时候 一群人喝着乌鸦的汽水聊着天 等过完年 自月份我们就要去海边住去 去哪里的海边 不知道 每年都不一样 等祝训回来后 又要开始选拔 时间过得可真快 二十分钟后面醒好了 石头和老王一起赶皮 理想开始动手包饺子 我去上了厕所 然后出门直奔后 厨而去 到了后厨后 理想抓了把干辣椒 拿了几颗包好的蒜 回到了食堂 趁着他们没注意 他换了个手法 悄悄地包了十几个特殊的饺子 我就强调一句 除了值班的 其他人只好喝好 来来 好 说得好 行了行了 大家赶紧尘 大家是不是得进队长一个 感谢他一年的付出 对 理想说的没错 没错 说得对 是得进一个 我们不进队长一个 我觉得都对不起自己 也一样 元朗被一群人 举着杯子围了起来 理想 你们都给我等着 理想他们全当没听见 吃吃吃快吃 聊了就不好吃了 哟 这么热闹啊 听到声音后 大家都停了下来 不用那么客气 走到了元朗一桌 也坐了下来 怎么这么早过来呢 先来的你们这里 等会还要去一二重队 我刚才看你 可真是受欢迎啊 还不都是那般兔崽子起的哄 饺子好了 理想和王志源起身 去端饺子 元朗突然叫住了他 理想 把你们饺子留下一盘 知道了 还算你有点良心 那时你可得记着我的好 我都记着呢 元朗意味深长地看了理想 我靠 水 快给我水 理想看着他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你是真的倒霉啊 其他人看见后 也笑了起来 理想笑着笑着 看向元朗的桌子 完了完了 大队长也在那张桌子上吃着呢 狗元朗吃了倒没事 可大队长真吃了 那不得玩玩 理想突然站起身 那个 我 我去上个厕所 就在理想出去没两分钟后 怎么了 饺子不好吃 我看包子挺好的嘛 说着也顺手 夹起一个饺子放嘴里 理想呢 厕所去了 刚走没多久 理想回来 记得告诉他一声 让他来找我 理想那小子跑了 没事 过年嘛 闹一闹挺好 过完年 看我怎么收拾他 先让他多活几天 理想在外面待了十分钟 他重新回到食堂 队长刚找你呢 我知道 我去过了 去个锤子 找他还去呢 就这样理想安心地 一直吃到八点多才结束 虽然大家都喝了酒 但都克制了 没有人喝醉 回到宿舍后 理想先去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给家里问了生号 第二天 因为是过年 所以放了三天的假 因为假期不需要训练 让大家都有些不知道该干嘛 要不去打会篮球 外面下着雪呢 从昨天半夜开始 天上就飘起了雪花 地面上的雪 已经有五六厘米厚了 那我们堆雪人吧 大冬天的 谁想出去啊 下雪天不堆雪人多可惜啊 而且假期这么无聊 反正也没事干 不如一起去玩吧 大家互相看了看 好好好 去去去 理想率先冲了出去 开始滚雪球 其他人健壮 也纷纷动手 不一会儿 几个大大的雪球 就出现在了操场上 接下来 我们把他们堆成雪人吧 于是 忙活了半天 堆出几个自己感觉良好的雪 看着自己的球肢 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个特别的年假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雪 变得不那么无聊起来 等到收假后 理想他们又开始了日常的训练 然后元朗的报复来了 理想 好快点 就你掉队了 你好意思了 凭 凭什么 就我 我30公斤 你 你们25公斤 我是为了你好 别人都是小组行动 就你自己一分的一组 给你加练 是为了提高你战场的存活力 狗元朗 我要拿小本子记下来 快点赶紧跟上 想什么呢 一整天 理想都在元朗快点跟上 你再来一组中度 三月中旬的某一天 咱们什么时候去海边诸训 四月左右 六月份回来 每年都是这样 那也快了 没多久了 长这么大 还没去过海边呢 虽然以前打比赛的时候到处跑 但是那都是公差 哪怕离得再近 也没时间去 到时候还可以吃海鲜 理想两眼放光的 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元朗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 紧急任务 收拾好各自的装备 速度快点 收拾好就走 理想他们听到后 连忙穿好衣服 去枪裤取装备 没几分钟 全副武装的利剑突击队众人 已经坐在了机舱 按照上级的命令 要求我们立刻前往 边境某处的一个村庄 支援狼牙的 铺狼突击队壁组 他们被300名 拥有热武器的毒贩 围困在了村庄里 村庄里的群众也没有撤离 因为我们距离目标 比狼牙近 所以狼牙向上级发出请求 要求我们先行增援 他们随后就到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那就做好准备吧 这感觉有些熟悉 这就不是我施特种兵的剧情吗 因为一只狗 差点团面那段 没想到还有老A的事 特一的剧情乱入了 还好在老A 要是去了狼牙 好家伙 难问北范 跟谁谁能说得 有埋伏 一个多小时后 利剑突击队 利用徒步的方式 来到被包围的 孤狼地组身后 约500米 此时已经听到前方 才来踢着他的枪手 刺客去寻找 合适的狙击阵地 其他人都会 等刺客到位后 打出缺口分等回头 明白 理想独自一人 拿着85G 寻找狙击阵地 在距离目标600米处 找到视野开阔的山坡 并快速地步 队长 狙击小组已就位 稍等 阳光好 西黑的同龙中 元朗他们 带着夜视镜 小心翼翼地前方 在距离包围圈圈后 二百里头下 狐狼B组 清点弹药 山狼还有九发 鹅狼还有十发 扑尾巴狼 右发 大尾巴狼 子弹半缩 西伯利亚狼 一缩 西伯利亚狼 你走吧 我们都走不了 扯淡 我们说过同生共死的 你真决定不走了吗 说点有用的吧 同生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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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人都做好 交代在这里的准备时 狐狼B组 这里是力剑突击队 收到请讲 力剑突击队 没错 我们见过的 年前的演习 森林郎顿时想起来 演习上A大队那个 端了他们通讯部 和参谋场的狙击手 都撑住 A大队来支援我们了 你们在什么位置 我们快撑不住了 在你们左前方 距离你们三百人 让你的人注意 别误伤 袁朗说完 看着自己对人说 遇到敌人自行射击 刺客主也判断 明白 你想轻声地回答 出发 一时间力剑的动力压 离其他在里面 一个步骑的后 小心 小心自立 透过瞄准镜 看到敌人被击毙 立刻寻表着下一个 能威胁队员们的目标 随着元朗他们的精神 最大 还有远处理想的掩饰 一时间压力大 敌人被压制在掩体后 难以动的 怎么办老大 敌人太猛了 兄弟们都不敢路头了 路头就要被打 谁拿中武器 谁就要被远处狙击手狙 远处的狙击手 也太准了 马德 再给我分出一部分兄弟过来 老子就不信了 就这么几个人还能翻天了 知道了 老大 死的时候离我近点 还想我损你啊 咱俩到了地方 接着骂 活鸟 这可是你自找的 有埋伏 他们来了 小心别误伤 我们有救了 狼头战有救了 撑住 支援来了 利剑众人快速地向着 孤狼壁组的掩体前进 就在快要抵达的时候 不远处的一名敌人 掏出手 小心 有手 附近的两人 也一并带走 利剑突击队 元朗 感谢你们的支援 我是孤狼壁组的指挥 代号森林朗 还要劳烦你们提供几个弹药 我们弹药快用完了 每人云出来三个弹架给他 掏出弹架 随后开始反击 因为利剑伏击队的尽力 敌人一时间被打死 狼壁组 都躲在掩体后 不乱射击 都别停下来 给我打狠狠地打 谁敢逃跑 小心我弄死他 老大 我们的重武器 已经没法用了 路头就要被狙击守居了 现在那队人马 已经来了支援 你再废话 我现在就让你躺下 说完拿着枪 朝着天上开了底枪 可能是迫于老大阵 敌人一时间居然激烈了 可惜的是 对于利剑伏击队 他又得到狐几狐狼 这些都不够看 这个时候做这种事的 必然是一个团伙的领导者 或者高层 理想帮助队友的 就一直关注那个掩体 看他什么时候 无处破绽 老大 我们完全打不过 还有的兄弟 打着打着开始跑了 老大看到后 该从打死了带着跑跑了 可惜没用 该跑的还是跑了 别打了 撤退 没办法 因为逃跑的人太多 而且看情况被压制的 无法动作 老大几个一趟 一边开趟 一路不破车 你终于出来了 老大瞬间跌倒 捂着腿 大声叫着 挣扎着站起身 拖着重弹的腿 一圈力拐 肩难地继续撤退 这一下两条腿都重弹 想跑都跑不了 为爱 带上我走 周围顾着逃命的小弟 并没有搭理他 谁救我出去 我给谁一百万 保护老大 快快救老大 老大我来了 听到老大说有钱拿 周围小弟都朝着他跑来 想挣这一 阿佩 是想要保护老大 队长 注意那个倒地的 疑似目标头目 收到注意那个倒地的 要活的 明白 众人答应后 纷纷招呼着老大 都围着谁 独指他们这 阿佩 保护老大 敌人眼前是中的老大 纷纷不管老大 扭头就好 好了 不要追了 这个人再就行了 我们要活的 结束了 我们赢了 是啊 差一点就回不去了 感谢你们的支援 不然我们是真坚持不下去了 别客气 都是自己人 元朗说完 静止走到倒在地上的老大旁边 此时的他已经被石头和王志远控制住了 没有丝毫的反击机会 别的网研石了 这要是个肥羊 刺客可就立了大功了 你们俩要是放跑了他 小心刺客找你俩拼命 那他不得请我们去小卖铺逛逛 看你那点出息 让他买几只烤鸭回来加餐 小卖铺能请几个钱 哈哈哈哈 没错 就该让理想出出息 是不是感冒了 肯定是那几个小子在骂我 三百名女装独装 却打不过两对 共治十二人的金 敌人撤离后 理想并没有离开阵地 而是继续趴着观察周围 以防万一 好了 乌鸦你去帮忙看看孤狼的伤 拿出通讯设备 向上级汇报情况 并带着利剑突击队 还有没受伤的孤狼B组 开始打扫战场 他们把尸体全都抬出来 摆在了一片空地上 还有敌人的枪支弹药一样 集中到了一起看管 刺客回来吧 收到 理想听到命令后 起身向着元朗的方向走去 利剑突击队 收到请讲 这里是利剑突击队 请讲 这里是孤狼A组 我们的直升机预计 20分钟后抵达 收到 理想现在特别好奇 想去找鸵鸟问问 他们是不是为了救狗 差点没了命 还有那个是特多的下参谋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 是怎么会干那么多做死事的 怎么了 不舒服吗 要不要回去 给你来个心理干预 不用 我没事 我在想别的事呢 没事就好 要是感觉不对 记得千万要说出来 理想第一次参加 这样规模的实战 心里承受不住就完蛋了 放心吧 我知道情众 王志远 你呢 有没有问题 报告 没有问题 十几分钟后 天上响起了直升机的声音 老高也赶到了 你们的动作可真够快的 紧赶慢赶的 我们都没赶上 你们的队员在村子里 有几个受伤了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看看 这次真实谢谢你们了 不用谢我 快去看看你的队员们吧 都是自己人 那我就先过去了 后续的增援 还得有段时间才能来 一个多小时后 后援部队的车队 进入到了朗德寨 集合完毕后 大队长走到了大家的面前 大队长同志 力见突击队 已完成此次任务 共击毙98名敌人 并活着一名 疑似敌方头目的人员 请指示 都放松 别这么绷着 你们都是好样的 回去我亲自为你们请功 元朗你跟我来 说完带着元朗走到一边 李响和王志远 没有问题吧 毕竟这次击毙的敌人可不少 放心吧大队长 我让齐恒探过了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等回去了 再让他俩做个心理干预看看 没有问题最好 毕竟一名有天赋的突击队员 可不容易碰到 更不容易培养 你可要把人看好了 我明白 你就放心吧 等他们训练科目都结束 我一定给您 带出一只顶尖的突击队 过来搭把手 把你的战利品压到车上去 什么战利品 咋还有战利品 那不就是吗 顺着他指的地方看去 被他两枪废掉的头目 正被捆得 接接实实地扔在树下 嘴里还塞了着东西 腿上的伤 已经被简单地处理了 这要是条大鱼 你可就立功了 说这些干嘛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我们都商量好了 你这要是立功了 回去可得请客 小卖铺彰显不出你的功劳 起码得烤鸭才行 怎么就商量好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不是现在告诉你了吗 这群战友越来越不要脸了 那小卖铺不就够了 吃什么烤鸭 我还攒钱娶媳妇呢 娶什么媳妇 国家规定 年满22岁才能结婚 你连21都还差两月 再说了你有女朋友吗 我没女朋友怎么了 你都256了 不照样没有 我有啊 你哪来的女朋友 嫂子得介绍的 齐恒说的嫂子 是元朗的老婆 看齐恒没对象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 你长这样 还能找到对象 什么叫长这样的 还能找到对象 在把俘虏交接了以后 两人重新回到了队伍 两个小时后 利剑突击队 跟着大队长上了回去 回到营区 李响跟着大家回到了 大队长已经放了 他们一天的假 李响等人放好装备 洗完术 倒头就睡 别睡了 起来去把心理干预做了 大队长等着结果 4月1号这天 利剑突击队的全员 拿着自己的枪鞋 背着背包 登上了直升机 他们要去西南军区 14级团军 进行海上的集训 这次集训的时候 注意观察一下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 有的话邀请过来参加选拔 怎么集个训也要挖人 在别人的地盘上这么高 就不怕挨打吗 放心吧 不用你们亲自去挖 把些好苗子回来告诉我 我告诉大队长 让他去 这样还能接受 在别人的地盘外来 怕挨揍 对了 以上次找到尸体的案子 有结果了 那案子是怎么回事 不是什么大事 一火偷猎的 因为分赃部军起的内部 人前几天都已经被抓住 案子破了就行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 对了 上次任务让李响两枪打残的人 是头目的 这可关乎我们几个 能不能加餐呢 是领头的 不过他身上牵扯到 国内的毒贩集团 所以六扇门也没多说 是就好 其他的也不关我们的事 这下有人该表示下了 你们这群人真的是 太棒了 回去我就请 算你识相 几个小时后 直升机降落在了一处机场 而后则是日常训练 训练内容则是在海上进行 其中包括了 海上无规格动射击 团职运动射击 水下爆破 水下射击和潜水渗透的 科目也有点 其中理想还测试了一把新武器 W60三型狙击步枪 又称反器材步枪 5月1号这天 理想度过了21岁生日 生日的时候 理想请队员们去了趟小麦粉 就过去了 在训练结束后 也坐上了回往A大队的直升机 可算是离开这鬼地方了 怎么 舍不得离开 别闹了 我都快淹入味了 你应该感到知足 以后就算带来 也不会待这么久了 这次待两个月 大部分是为了你和王志远 毕竟你俩从没在海里训练过 直升机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 降落在了A大队的机场里 终于回来了 还是家里舒服啊 没错 俗话说得好啊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什么 你居然骂我们所有人是狗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我什么时候骂过所有人是狗 你自己说的 我们这里是狗窝 那我们大家可不就成狗了吗 周围的人也很配合地看小乌鸦 我是那个意思吗 我 毁谤我啊 你毁谤我 你可别说了 我请你去小卖铺还不行吗 好了 别闹了 你们把我的东西也一起带回去 我去机关找下大队长 知道了 当过兵的都知道 三等宫站着领 二等宫躺着领 一等宫家属领 都停一下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听到元朗也有好消息要说 理想去把门关上 别误会是真的好消息 你先说 说完了我们自己判断是不是好消息 我们之间能不能有点基本的信任 快说什么消息 还好是真好消息 不然这群兔崽子估计不让我出门了 元朗郑重地说道 因力剑突击队在救援行动中表现突出 所以上级决定 授予力剑突击队集体二等宫一次 并授予突击队成员各三等宫一次 授予理想同志二等宫一次 紧接着解释道 我说下理想的二等宫不是一次的功劳 是加上了之前的人质解救 还有找到尸体的 所以别多想 想什么 现在只想让他请客吃饭 我说的对不对兄弟们 对对对 没错必须请客 理想这次你可跑不掉了 恭喜你啊 理想从听到获得二等宫的时候开始 大脑就一片空白的愣在原地 放心 我一定请 要吃什么你们说 二等宫哎 光东药组了 等到喜报传回家 这光高兴了 赶紧去小卖铺 买点东西回来凑合凑合先 对对对 你说的没错 是该请 什么都别说了 我安排 正在兴奋镜头的理想 没听出什么故意 急冲冲的出了宿舍门 看着理想出门的乌鸦 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简直开心坏了 其他人看到后也都笑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 理想满脸不爽的推开了宿舍门 手里还拎着带零食和饮料 回来了 你给我等着 俗话说的好 来都来了 大不了吃了亏后 再还回来不就完事了 好了 等他回来别忘了告诉他 明早九点开会 这个拿去 我找大队长 给你们申请了一次额外通话 耶 你换新手机了 旧的呢 卖了呀 我那台小米13放转转上 回收了1800多呢 这价格还可以啊 像我换下来的就手机 手表 相机啥的 都会约转转工程师 免费上门估价 价格满意 现场打钱特别靠谱 总之听我的 二手回收 认准转转APP就对了 第二天大会开始后 大队长表扬了 力剑突击队 在此次行动中的优异表现 并正式宣布了 授予他们集体二等功 和个人三等功 还有理想二等功的决定 又说了A大队 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会议就此结束 选拔要开始了 今年的总教官是杨瑞 需要的时候 就去帮帮忙 主要还是你们自己的训练 那弓箭不是要来了吗 希望他能顺利通过选拔 那就好 我也不用扮黑脸了 你脸本来就黑 根本就不用扮 话音落下后 他察觉他一不小心 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队员们听到哄 纷纷大声笑了出来 你迟早有一天会死在嘴上 大哥 我去给你买瓶汽水 晚上副队长杨瑞 来到了理想他们的宿舍 兄弟们 过几天就要选拔了 我帮衬着点 不是 三中队还有那么多人 怎么还需要我帮衬 真没多少人了 有三支小队 出国参加特种兵大赛去了 还要有执勤的 值班的 今年的选拔 真没多少有空的 特种兵大赛 没听说有什么比赛啊 别想了 只要你还在利剑 这辈子都参加不了任何的比赛 我就说三中队人怎么少了 他以为出去助训去 行啊 有需要就来找我们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那就多谢了 我去给队长打个招呼 他知道利剑的人训练任务中 弓箭 主任让你去趟他办公室 六月中旬的某天 正在宿舍准备 明天毕业答辩的弓箭 我知道了 听到社友的话 弓箭朝着主任办公室走去 要开始了吗 这三人不是集训完和我一起被叫官叫去问话的人吗 这下人都到齐了 想必你们也猜到我叫你们来的目的了 四人并没有答话 主任接着说道 你们都是我们的优秀学员 希望你们去了部队以后 能认真学习继续保持 来吧 一人一张 就在这天吧 真的是特种部队的报名表 好了 没什么事就去准备明天的毕业答辩吧 后天会有车来接你们的 最后说一句 那个地方可不是那么好近的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离实现自己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两天后某处丛林中 离想和队友坐在椅子上 昨晚还没睡多久 就被杨副队喊来 被带到了林子里 我说队长真的不来吗 他来做什么 今年是我主持 再说队里也还有事需要他 一点也不比咱轻松 好吧 那我先密一会儿 等开始了副队记得喊我 行 你们也先休息一下 等会我叫你们 不知道睡了多久 当杨锐再次回来 人都到齐了 齐了 你们是现在出去看看 还是等他们出发 那就等他们出发 我再来喊你们 也不知道有没有去年 一起来的人 是啊 不知道刘凯来没来 想知道出去看一眼不就行了 有道理 有道理 二人朝着集合的队伍 看了一圈后 我只看到了刘凯 你呢 我也一样 看来咱们宿舍就来了他一人 当林想看到队伍中的弓箭时 突然想起了什么 朝着装备发放处就走了过去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想起一点事 林想走到装备发放处后 打起一个直北针 动手拆了起来 我怎么没发现你心这么黑 我怎么心黑了 我就这么过来的 我都没给他匕首安定位 比那狗原狼好多 你说你选拔时候 只北针是坏的 还有定位 是啊 你以为 那你还第一个到 说明我机智啊 心疼你三秒 这个记得交给弓箭 一定别搞错了呀 你这是自己淋过雨 也不让别人打伞啊 我这也是为他好 你可真不要脸 去你了 嗯 你高兴什么呢 我家狗怀二胎了 乌鸦剑没问出什么 也没再理会 你们可以出发了 记得收连点 放心吧 这是我熟的 我会给他们说清楚的 那就好 都听到了吧 下手都轻点 那不带枪不就完了 那行 你就别带枪了 其他人照旧 不是 凭什么就我不带枪 谁提的意见 谁只行备 我抗议 你别信在乐祸 行 那就举手表决吧 民主一点 同意李响不带枪的举手 在民主表决下 李响朝着丛林里走去 你们这痕迹 真的不要太拟现 于是他站在原地 指着地上多处痕迹小声嘀咕 点兵点将 起码打仗 点到是谁就是谁 好 那就是你了 在部队 只有绝对实力 才能被移动下 早逃在你 夜市里所运行 刚刚前面的痕迹 应该离我不远 哦 你在这哪 没枪 周围没人 真是吓我一跳 怎么着哥们 就你一个人啊 空着手 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不怕翻船啊 我可是连队里格斗第一呢 哦 原来是连队第一格斗家呢 那看来很有意思哦 马德 看不起老子 嘿嘿 李响走到他跟前站立 就这 李响无语地掏出匕首 在他脖子上披画下 你被淘汰了 还以为有多厉害 结果就这 没了 真是个奇葩 李响加快脚步 找个地方 埋伏起来等人来 还能练习一下 伪装潜伏 夜晚的丛林中 李响趴在一棵树后面的草丛中 一名授讯人员喘着粗气走了过来 走到树前坐了下来 抛出压缩饼干吃了起来 遇到就是缘分 不打招呼说不过去 好吃吗 嗯 还行 救命啊 别急 再聊聊 边说边给他抹了脖子 大哥 你这么搞 你的良心不痛吗 我就是礼貌性地问好 怎么就搞你了呢 你 你你你 别拧你的了 走走走 看你吃的香我也饿了 我请你吃烤全鸭 太吓人了 大晚上的 这选拔可有意思 教官可以不当 但是追击者必须有我 回来了 你先去那边等着 烤好了我叫你 好了没有 我快饿死了都 着什么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要不是之前答应你们请一顿 你们还没有的吃呢 晚上还去吗 不去了 天亮再去 要是晚上还加班 他们就没得完了 不是 你怎么突然就这么说了 看见旁边的小子了吗 你能不能做个人了 我怎么了 我这是基本的问候啊 刚来的时候明明还好好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都是跟谁学的 想到这 齐鹏脑海中 浮现出一张一脸皮笑的人 等到队员们都回来后 羊也差不多考好了 把被淘汰掉的人员 叫过来分给他们些后 理想他们才围着火堆吃了起来 第二天理想又在林子里逛了一天 淘汰掉几个倒霉蛋 然后就没有再参与 坐上车回了A大队 快 紧急任务 所有人一起前往会议室 六扇门收到线报 在渤海区域中的某处岛屿中 藏着一座制作地瓜粉的工厂 岛上人数未知 也不清楚 他们是否持有武器弹药 上级要求我们 潜入岛屿 查清人员部署和工厂位置 一点实施打击 大队长说完顿了下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收拾好装备就出发 天黑后开始潜入 都把手挪带上吧 侦查任务中能不开箱 就尽量不开箱 夜晚直升机 寻停在了距离目标 三公里左右的岛屿上 历见出击队的队员们 通过绳索滑将的海洋 趁着夜色悄悄游向岛屿 我们分组进行探查 这样能快些找到目标 铁锤和乌鸦一组 菜刀和石头一组 此刻跟着我 我们去找制高点掩护它 元朗说完 带着离想朝着小岛上 最高处的山坡走去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怎么了 虽然站岗的人警惕性不怎么样 但你不觉得 那些岗哨的位置 有点专业吗 站岗的人不咋地 但是位置却很专业 这是背后有人指点呢 以敌人的岗哨布置 想要上去制高点 不是那么容易 结果没想到 轻轻松松地就上来了 山坡下除了两个巡逻的 再没有其他人了 看来至于不小 趴在处位于左侧的山坡上 元朗拿出望远镜 开始寻找几个敌人的拥掌 理想掏出来一个观察镜 仔细地观察着敌人的党哨 并在地图上做好标记 终于知道 有观察手的狙击手 有多省心了 队长 我有观察手的人选拔 是谁 弓箭 之前我做教官时候 跟你说过的 只要他能通过选拔 并且同意做你的观察手 猴细胞 那可不管我的事 真是怪事 就这么大的网 他能藏哪呢 不会在地下吧 你说的很有可能 接着元朗朝着耳机说道 各小组注意 敌人的攻场 很可能在地下 对 元朗收到回复 要拿起望远镜 重新开始探查 这次他不再把目标 放在里面上 而是放在那些可疑的地方 如果真是在地下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确实 这样我们就没法确认 他们有多少人 也不清楚 有多少逃生通道 说到逃生通道 李响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如果他们有通往海里的 逃生通道 那应该不会离海边太远吧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脑子 我怎么觉得你在骂我 我这是在夸你 我谢谢你啊 不客气 元朗把理想的猜测 告诉其他俩 让他们看得仔细些 队长 我这里有些情况 仔细说说 这边地下有些动静 我还没找到路口 报告你的位置 我在叉叉叉 在那等我 保持警戒 理想你一个人注意点 我过去看看 看到元朗过来 齐横伸手指了指地下 元朗侧着头 趴在地上仔细地停着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跟石头走到这 突然传来震响声 吓了我俩一跳 以为暴露了 仔细查看后 才发现声音来自地下 乌鸦过来集合 等到除了理想外的 其他人都到齐后 元朗开始安排起任务 乌鸦和铁锤 你们两个去海边 看看有没有出口 咱们三个在附近 找找入口 没过多久 元朗三人就发现端倪 地上树叶覆盖的地 录出了一小块金属板 所有人警戒 现在地图做好标记 队长 我在水中找到出口了 收到 英朝英朝 这里是利剑突击队 收到请讲 我是铁路 请讲 大队长 我们找到工厂了 可惜他在地下 我们没法探清 地下有多少敌人 而且海边有逃生通道 我知道了 敌人岛上有多少人 除了地下 岛上共发现 二十四名敌人 持有轻武器 等了一会儿后 耳机里又传来了 大队长的声音 另一件小队注意 命令你们清理岛上的港上 接引武警部队登岛 并且看好工厂出入口 别让人跑了 明白 元朗答应完 朝着耳机里队员问 都听到了 明白 乌鸦小组 继续待在原地 看好通道 石头在这看着入口 菜刀和我一组清理港上 四合自己一组 开始清理 无声战斗 尽量别惊动弟弟的人 理想收拾好阵地 起身背好枪 就朝着最近的港上摸去 等理想找到的时候 另一个不知道去哪了 别问 这么好的机会 我能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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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去